这个被妻子抛弃的男人 正独自一个人拎着行李走在马路上 他叫方元 出道大城市的他孤立无助 此时右侧驶过一辆白色轿车 光当一声 轿车下一秒就撞在路边的隔离带上 瞬间翻了个底朝天 方元赶紧上前查看情况 透过车窗看到一个昏迷不醒的小姐姐 她拼命去拉门把手 可变形的车门早已被卡死 此时的汽油已经开始蔓延至车前 方元只能跑到另一边查看 还好副驾驶的车门没有卡住 于是她赶紧将小姐姐拉出车门 这时汽车底部已经开始燃烧 巨大的火焰把她的行李烧毁了 方元在拯救过程中 小姐姐迷迷糊糊地记住了她的样貌 她这份不顾深救人的举动 正好被一旁的富婆看到了 也正是这个举动 为三人以后的相遇埋下伏笔 方元成功在汽车爆炸前将小姐姐救下 此时救护车和消防车也及时赶到 她将小姐姐轻轻放在了地上 然后悄悄地离开 第二天 无助的方元只能求助于钱 小舅子的帮忙 此时的小舅子 正在和女友玩着不能说的游戏 小舅子骂骂咧咧地出门查看 两人看着狼独不堪的方元 奇葩呀 随后 两人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到底谁呀 我是她 小舅子为了不受牵连 连忙解释 这是她老乡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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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不是那个什么 你这破鱼烂山的 你过来找我干嘛呀 方元解释到家里待不下去了 所以到了这里 不曾想刚到这里 就遇到了车祸 现在身无分文 就想找一个其身之地 只见小舅子说道 我就是一放行员 我都靠我们家姑奶奶养着 你看要不这么着 洗手间在那 一会儿你啊 拾拾拾 对 整招 整好给你拾干净衣服 送你了 真的 你自谋出路 行吧 行了 你也别哭泣了 但刚我身上有个三毛五毛的 我都想拿回来救你 但是真不好意思 一分都没 你不谢呀 方元就这样失落地离开了 无处可去的方元 恰巧在衣服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酒店房卡 于是拿着房卡来到酒店 到了房间的他 只想填饱肚子 打了个电话问钱财 本想交一碗面 填饱肚子 先生 您是要封信眼睛还是挂账 还能挂账啊 一听到可以挂账 他连忙多加了几个小菜 就在他狼吞虎咽时 一对男女正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往这边走了 欠欠呢 正在干饭的方元 发现门被打开了 三人对视了一眼 接下来 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注意看 这个男人带着偷吃对象来到酒店 竟然被钱姐夫逮得正着 就这样 方元抓住小舅子偷吃的把柄 回到家的小舅子跪着 求女友让方元住下 还向女友坦白了方元 是他钱姐夫的事实 不行 你都说了 他是钱姐夫 他跟你姐都没关系了 跟咱们更谈不上 眼看小舅子处于下风 方元拿出房卡的窗口摩擦了起来 小舅子健壮立马硬气起来 我不管 那方元必须留下 行了 他留下 我走 不是 媳妇 媳妇 咱那会儿没少得这个钱姐夫就你 不是你不能让人说我是一般二郎吗 起神容易送神难你不懂啊 他解释到钱姐夫可以洗衣做饭 关键还可以兼职做保镖和助理 女友半信半疑 那你说的这些 他都能做到 必须的 保证明天就上岗 是吧 就这样 方元暂时找到了欺身之地 第二天一早 小舅子大清早的就拿着喇叭嚷嚷 并且要跟他约法三章 第一点 不许上楼 就连吃饭都藏着掖着 方元没办法 只能亲自动手 凭借着家庭妇难的身份 有一手非常好的刀工 炒出来的饭菜 让两人赞不绝口 不是你等会儿 以后我大伙吃饭 你坐 第三点 生死自动 方元为了生计 只能在网上发布求职信息 很快他就迎来了第一个客户 那就是在医院照顾一位病重的老人 新善的雇主 很贴心地给他租了一张陪护床 就这样 方元没日没夜的工作 对老人的照顾也非常细心 小舅子这边还在庆幸 得到了一位免费的男保姆 可好景不长 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 就这样撒手人寰了 失业的方元来到地铁站 准备坐车回家 就在这时 旁边一个小姐姐 正晕晕乎乎地走向卧轨 方元一脸疑惑地看着小姐姐 当她看到马上驶来的地铁 她赶紧一把 拽过小姐姐 你干嘛呢姑娘 莫名其名都甩不开了 工作人员发现后 骂骂咧咧地跑过来训斥 方元解释 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小姐姐 工作人员 以为是两口子闹便 好心提醒他们 这是末班车 别闹了 赶紧回家 无奈的方元 只好扶着小姐姐来到天桥上 当她把小姐姐轻轻放在天台后 本想一走了之 想了想 觉得不妥 于是 又折回把小姐姐扛在肩上 就这样带回小舅子家了 你看我们这烧入所是不是 你说你大半夜的 回来就够可以 你还削到手 弄回一个啊 方元 不是你怎么干 这么上天害理的事啊 不是你还给人骂的死了 你就实在忍不住 你也温柔点 方元连忙解释 自己也是受害者 要不是自己好心 这小姐姐就变成地铁冤魂了 当女友还在抱怨时 小舅子却站在方元这边 还解释到 如果换作他们 碰到这样的事 也会这样做 没等方元说话 就乐呵呵的上前帮忙了 放屑 来来 好嘞还真来见是吧 不是 媳妇你自己过来 闻闻一身酒气的 咱这把这女孩 往外边一割 那万一碰流氓坏人什么的 咱这良心过不去 良心啊 我还当你只有负心呢 看到女友火气这么大 小舅子赶紧上前安慰女友 好说歹说 就把女友支走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方元就赖你 你知道吗 你干什么回事 放心啊媳妇 女友刚走 小舅子又情不自禁地准备上手 好嘞 哎 女友的一声吆喝 直接把小舅子吓走了 随后 方元好不容易 才把小姐姐放下 第二天 色胆包天的小舅子 一大早就对着小姐姐嘘寒问暖 还贴心地为其送上醒酒的蜂蜜水 有什么想不开的 喝这么多酒 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跟哥哥说 哥哥全都 眼见小姐姐没搭理他 又介绍起了自己 我是这家影院的CEO 我叫陶君 姑娘你怎么称我 小姐姐起身后 不死心的小舅子 接着套进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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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促她赶紧过去工作 挂掉电话后的方圆赶紧赶过去 不曾想 小姐姐却一直紧跟其后 不管方圆走到哪里 她也跟到哪里 来到公交车上后 小姐姐直接坐在她旁边 不管方圆怎么问 小姐姐只是深情地看着她 方圆为了试探小姐姐 于是从口袋里拿出十块钱 丢在她面前 诶 谁十块钱 是你钱吗 你钱你来啊 你掉钱了 而且谁钱掉了 谁钱你来是谁的 这谁 我 别别我 谁闹名我 这小胖子有点皮啊 方圆这一神操作 给自己整不好意思了 两人来到目的地后 女雇主让她演一场孝子 原来是之前照顾的老人去世 老人在生前只有两个女儿 女雇主 为了让老人走得儿女双全 所以 拜托方圆办一回孝子 还特意给了 方圆两千块钱 作为辛苦费 方圆无奈 只能接下任务 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 失去老人的痛苦中 触景生情的小姐姐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此时的她 想起了自己已故的亲人 小姐姐 瞬间泪如雨下 把一旁的方圆看呆了 方圆本想提醒她 别太入戏 可小姐姐哭得更凶了 为什么会这样 事后 方圆还在生气 她明明会说话 为什么还骗她 你们不会说话吗 怎么突然间又说话了 谁跟你说我不会说话呀 你才又雅又傻呢 合着打尊玩 到现在 你哪找乐她说 本来没那么想 后来觉得你这人吧 确实挺有乐的 就在这时 雇主追了出来 小方 今天谢谢了 你带着这姑娘 真是赚业 哭得也太惨了 这五百块钱 算是我们额外加的 辛苦了啊 没办法 方圆含泪 又赚了五百块钱 小姐姐见状走了过来 她赶紧把钱藏了起来 这种活头间呀 那我也可以租你呗 你神经病啊你 我不用让你给我大儿子 那你听好了 就当大左耳没遇见 好不好 我没救过你 你呀 掉进那站台被车碾死了 方圆一气之下 本想一走了之的 想想 又觉得应该分小姐姐一点 没想到 小姐姐一把夺过她全部的钱 方圆想着 好男不跟女动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小姐姐心里却乐开了花 回到家后的方圆 藏了一部分钱 其余的拿给小舅子 当作房租 当小舅子看到一打钱 却没看到小姐姐后 立马质问起了方圆 方圆我跟你说啊 拐卖妇女那是重罪 你是不是真缺一点 不是不明摆着呢吗 出去时候跟着一姑娘 回来的时候人没了 剩一点钱 这姑娘都少就那样了 值这么多钱 第二天 方圆就拿着赚来的钱 打造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战车 随后 骑着心爱的战车行驶在街上 方圆正在等红绿灯时 被坐在车上的富婆发现 富婆看着眼前的富婆 为什么一直盯着路边的小伙子看 原来 就在不久前 富婆看到这个小伙 不顾自身安危 拼命救下一个小姐姐 富婆觉得 小伙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随后 她便偷偷跟随小伙 来到一栋大厦门前 方圆这边 接到一个代理 分手的活 她代表雇主与一个娘娘枪分手 你这样好像 给她生孩子 这有点困难 娘娘枪听完方圆的叙说后 哭着用小锤锤对着方圆一顿输出 这一幕被车里的富婆 看得一清二楚 富婆只是微微一笑 她看出方圆是一个 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马上有了想法 第二天 富婆托人弄到了方圆的号码 随即就打了过去 富婆向方圆询问了具体的工作流程 服务内容也不仅限于保姆 只要是不犯法的事 我签我出时间 我保证物美价廉 服务一流 这话听着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随后富婆还问到保密协议这一块 方圆满口答应 不会泄露任何信息 就这样 富婆约定下午在广场见面 说完就急忙挂断了电话 方圆还一脸疑惑 到了下午 方圆就来到约定的广场 她四处看了看 见雇主还没到 就找了个台阶 刚坐下 就接到了富婆的电话 富婆让方圆到车里详谈 您约了我 贵姓啊 方圆 方圆 您呢 姓高 高雅文 两人互相介绍完后 富婆二话不说 就拿出定金递给了方圆 这里边是定金 你回去看一下 你能接受的话 以后咱们薪水也可以从幽 犯法的事我不干 你放心吧 不犯法 也不伤身体 伤身 正当方圆不解时 富婆接着说道 行了就这样 你可以下车了 随后富婆让方圆保持电话畅通 下周他们还约定在这里 回到家后的方圆还在一脸担忧 他不确定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小舅子和女友却不这么看 我明白了 他肯定不是卖身就卖身了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我知道了 那就卖身 这种老富婆最喜欢帅哥了 人家长得挺年轻的 那就是寂寞 少父 眼看两人越说越离谱 方圆只好赶紧躲开 几天过后 方圆来到约定的地点 富婆把她带到一家男装奢侈品店 只见 富婆上来就挑选了几十套西服 方圆有点猛逼了 随后询问富婆 是怎么一回事 富婆只是让她先去试衣服 接下来就是方圆的个人秀时间 当富婆买完单后 方圆忧心忡忡地走了出来 一听到富婆说 这些都是买给她的 方圆马上就不乐意了 十几万 从来接着医生 你要不告诉我 到底让我干嘛 这活我真没玩意 而且咱们人与人之间交往 是不是也得彼此尊重一点 富婆连忙解释 这是工作需要 方圆半信半疑 还没等方圆答应 富婆就走 急匆匆地走了 第二天 方圆就穿着一身帅气的西装 骑着自己心爱的战车 来到了指定地点 当看到富婆的豪车后 她赶紧将自己的爱车锁好 随后就坐上富婆的豪车 富婆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不一会 两人就来到一所贵族学校 此时 下课铃声响起 走廊里跑过一群可爱的孩子 两人走在楼道里 这时 富婆才说明工作的内容 一会儿看见我儿子丹尼 就说 你是他爸爸 谁谁吧 咱不说好人男保姆吗 是男保姆 工作性质没有区别 就是称呼不太一样 富婆说完就离开了 方圆面对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孩 他能否扮演好这个爸爸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圆每月挣着几千块的工资 家里的现金却多到用纸箱来装 更离谱的是 她还是个单亲妈妈 她的儿子叫丹尼尔 今年六岁 在当地最有名的贵族学校读书 然而六年以来从未见过父亲 为了孩子的身心能健康成长 富婆花重金聘请了一个男保姆 以此来假扮儿子的爸爸 这是 你爸爸 看着素未蒙面的爸爸 小丹尼不禁产生了怀疑 我你爸 眼看小丹尼还是一声不吭 方圆赶紧掏出富婆提前准备的礼物 然而小丹尼对此却无动于衷 本来三天前就应该回来了 结果台风给耽搁了 要不是这台风 我就早回来看见 难道台风挂了六年吗 挂到你现在才能回来看我 听见这话的方圆竟无言以对 小丹尼健壮 一脸不悦地离开了教室 两人就这样跟在小丹尼身后 合着你给我打成这样 就会给你儿子当爹 确确的说应该是 在特定的时间扮演他的爸 咱俩说的有趣啊 有趣的呀 你我之间不用发生什么关系 你只需要在学校出现 学校以外的时间地点 也不需要出现 一听自己和富婆没关系 只是和小丹尼有关系 方圆当时就不乐意了 毕竟这徒有其名的事 搁谁身上也不愿意啊 我就没见过孩子租爸的 还说在我工作饭球之内 我这事我干不了 富婆见状急忙开导方圆 说只要每周三过来陪陪小丹尼 这可比做保姆的工作简单多了 不是话你这么说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工作的薪水不满意啊 眼看富婆又要给她加工资 方圆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可没想到小丹尼人小鬼大 怀疑方圆根本不是爸爸 于是趁机向方圆索要手机 结果拿出破旧的老人机后 富婆当时就黑了脸 方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 只好谎称自己忘带了 其料小舅子这时打来了电话 眼看事情败露 方圆只能乖乖交出手机 而小丹尼一眼就看出了端尼 我妈在你手机上 为什么叫这个 为什么手机上存的不是老婆啊 方圆被一连串的问题难倒了 为了不让小丹尼继续追问 富婆赶忙坐到儿子身边 本想开口替方圆辩解 没想到小丹尼却不依不饶 好在方圆做了几年的全职奶爸 善于与小孩子交际沟通 一番花言巧语加哄骗下来 这才打消了小丹尼心中的怀疑 那你哪年生的 80年生的 你属豪的 比我妈妈小两岁 你还知道属事呢 那你生日那天 生日12月7号 星期间 那天大雪 方圆怎么也想不到 小丹尼竟然是个小神童 事后与小丹尼分别之时 小丹尼非要方圆留下电话 方圆随口念了一遍电话号码 并保证每星期会来学校一次 小丹尼听后也是开心的走啊 然而令谁也想不到的是 方圆刚上车 就接到了学校宿舍的电话 一听才知道是小丹尼打来的 这样的记忆力让方圆很是惊讶 可富婆对此却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小丹尼从小就对数字比较敏感 计数字对他来说只是基本操作 面对如此惊人的记忆力 方圆担心日后被拆穿身份 富婆却一个劲地让他放宽心 回到家的方圆还在忧心忡忡 小舅子却劝他趁机拿下富婆 毕竟不是谁都能对富婆看上了 面对这个不着调的小舅子 方圆压根就不想搭理他 小舅子这边还在喋喋不休 殊不知他的麻烦就要来了 只见女友提着一件大号的眼睛 气势汹汹地质问他 我也用不上了 我们俩都不用 别跟我洗皮 到底谁的 眼看陶军半天解释不清楚 女友转身就准备离家出走 陶军赶紧上前拉住女友 结果却被无情地甩开 陶军哐当一声跪在了地上 我不认我 我受人蛊惑 我没原则了 我就 这怎么了 本以为他这是要坦白 可万万没想到 我就带领方圆 让他带姑娘回来了 一旁的方圆直接傻眼了 这还真是躺着也能中枪 女友直接把矛头转向了方圆 方圆一脸的无辜 看着小舅子框框给他磕头 方圆也只好扛了下来 但女友根本不相信 这 这不是我 是我 带来那 你放屁 就你 这个女孩就躲 你能带姑娘回来 你们俩真打我傻呀 这不生的需要 眼看方圆还在嘴硬 女友让他说出那人的名字 就在方圆不知所措时 小舅子抢先一步开了口 陆琴 别吓我呀 好巧不巧陆琴这时出现了 几人堆视一眼 女友又将矛头转向了陆琴 陆琴一脸嫌弃地接过眼罩 自顾自地走到方圆面前 又看了看一旁的小舅子 小舅子此时心里慌得一批 陆琴瞬间心领神会 还真是我的恶趣味呢 丢三落四可不是好习惯 以身相续 换不来真爱 姑娘 不知道此爱 在陆琴的极力配合下 直接让方圆背上了黑锅 小舅子虽然成功躲过一劫 但方圆这边却摊上了大事 陆琴趁机赖上了方圆 说他趁人之威 非礼了自己 当时就是你喝多了 你在地铁里头 你要握鬼 我好心 我把你拽不来的 我救了你 扯 全世界的人握鬼 我都不可能握鬼 你就是想趁我喝醉了 你非礼物 你想欺负我 听见这话的方圆当时就慌了 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方圆只好带陆琴去查监控 陆琴却顺势搂住方圆的腰 方圆也是一脸的不情愿 两人就这样骑着自行车 仿佛就像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眼看方圆开得慢悠悠的 陆琴一边戳着他的腰 一边还嘲讽他的腰不好 气得方圆直接把车停在路边 本想让陆琴自己来开的 没想到陆琴刚上车就跑了 方圆又一次上了他的当 追着自行车跑了几百公里 两人好不容易来到了车站 方圆本想自己去掉监控 没想到却被赶了出来 陆琴见状亲自出马 哪知他刚进去没多久 就得到了监控人员的同意 来到车站的监控室后 陆琴看着当时的视频回放 眼泪就忍不住地在眼眶里打断 随后更是伤心地跑开了 方圆正准备感谢监控人员 结果却被劈头盖脸数落了一顿 眼看对方越说越离 方圆也只好赶紧逃之夭夭 陆琴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方圆不放心就一直跟在身后 边走边数落他把生命当心 没想到陆琴听后更加伤心了 看见这一幕的方圆又心软了 赶紧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我眼镯我手剑 我背拉你回来 没把你扑下去 说你俩命都大 这件事从到尾你都没有做 好不好 要不是我 你就做最后一班地铁回去了 你就当我这赖啊 蹦你脚面上了 你高抬背脚 你巴巴我甩掉 行不行 陆琴听着听着就笑了 方圆见陆琴恢复了理智 当即就准备和他撇清关系 谁知陆琴却已借打电话为友 成功记下了方圆的手机号码 什么意思 电话号码我已经记下了 你叫什么 你住在哪 电话号码 我都知道了 这回你跑不了了 天上掉馅饼的事 砸到这个男人身上 不仅遇到一个有钱的富婆 意外救下的小姐姐 还对她情有独钟 自从方圆在地铁站救了陆琴 陆琴就彻底赖上方圆了 哈喽 没打招呼我就来看方圆了 没影响大家吧 看到几人吃的伙食如此之差 直接拿起桌上的菜 就往垃圾桶倒去了 这家没菜了 我们可以下馆子了 我去换衣服 陆琴这一神操作 把方圆和小舅子看傻眼了 来到饭店的两位美女 直接就干上了 两人背来斩去 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 把两个大男人 晾在一边 小舅子 本来还想调侃几句 没想到陆琴说 看见他就觉得恶心 两个大男人一脸尴尬 随后两个女人又拼了起来 酒过三巡 陆琴就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姐 我觉得你人特别好 看男人那眼光 真的是太差了 先是起身对着陶军 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然后诅咒像他们这种男人 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幸福 陶军见识不妙 赶紧捂住陆琴的嘴巴 随着一个酒瓶的杂落 这场饭局也闹了得不欢散 心情低落的陆琴 蹲在路边的石墙上 好心的方圆又过来安慰 随后陆琴说出了 纠缠方圆的原因 自己在一个多月前 曾经驾车翻车的经过 还提醒方圆当时 他也在现场 陆琴接着说是 方圆把自己 从车里面拉了出来 他当时一心想死 根本不打算活下来 此时的方圆 一脸吃惊地看着陆琴 这让他更不能理解了 我好歹我救过你两回 是不是 你干嘛你跟我较着劲呢 谁让你救我了 我让你救我了吗 那天我就应该死在车里 你不是喜欢装好人吗 你不是喜欢都敢闲是吗 你不让我好死 我也不会让你好活 随后陆琴迈着 六亲不认的步伐 离开了 就这样 一无所有的方圆 被一个年轻漂亮的 小姐姐倒追 两人最后会不会走在一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带我儿子吃把王餐是吧 你凭什么带我儿子 干这种事啊 你有什么资格呀 注意看 这个富婆 为何对眼前这个男人 大发雷霆 原来 富婆给儿子雇了个假爸爸 没想到 儿子对这个假爸爸 一往情深 竟然 一个人偷偷跑出学校 要去香港找爸爸 还好司机 让他先给家人打个电话 你好 这里是 方圆 我现在就去香港找你 另一边的富婆 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 于是 向老总请假匆匆离去 方圆紧急把孩子拦了下来 谎称 自己刚从香港回来 原来小丹妮 上次看到方圆的手机 平保室的女孩 吃醋了 这才非要去找爸爸 你现在拍一张我 然后换上 你 去香港 就为了换张照片啊 你快点给我账 那你笑笑啊 好嘞 随后 小丹妮向方圆诉苦 自己不喜欢读书 也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 于是 方圆把他小时候的损招 都交给了小丹妮 你 请你妈多要点零花钱 然后一到 那个放学啊 下课啊 你就多买点小食品啊 小果汁啊什么的 给小朋友们发一发 这小朋友的友谊 都是从食杂店开始建立的 可是我妈都不让我干这些 别听你妈的 你妈就公屁 这时 富婆急匆匆赶了过来 愤怒地斥责方圆违反规定 方圆解释了当时的情形 随后又教训起了小丹妮 你要是不说话的话 这个人 永远就不能来看你了 我保证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逃学了 方圆没想到 自己在小丹妮的心中 自己会这么重要 随后趁着富婆离开的空隙 方圆为了逗孩子开心 偷偷与小丹妮约定吃霸王餐 就这样 看似一家人 其实不是的一家三口逃出餐厅 欢乐无比 他们将小丹妮送回学校后 在回去的路上 富婆怒斥方圆人品恶劣 还值得方圆不配在自己儿子身边 我希望我的儿子身边都是优秀的人 你这样人品的人 你就别在我儿子身边 我不像你们有钱人 开好车住好房子 我人品就有问题 是吧 为父母人比安平乐道人多得去了 你老说你教育孩子 怎么教育孩子 你说说 你怎么教育孩子 我教育怎么了 你是把孩子学习教育好了 性格教育好了 六岁小孩 我就没见过这么惨的 在学校没朋友 在家里没人爱 我人品有问题 是我人品有问题 我人品有问题 我能能笑 随后 富婆毫不客气的江方圆赶了下车 方圆下车后 通过语音信息 向富婆解释前因后果 原来她已经提前付了钱 根本没有吃霸王餐 还提醒富婆要多陪陪孩子 别只顾工作赚钱 忽略了孩子的成长 富婆明白真相后 调转车头请她上车 两人和解后 方圆总觉得这样 骗孩子于心不忍 就这工作越干越变 有时候你看着孩子 那么美好 那么单纯 你真骗不下去 然而没过几天 富婆的穿着 就引起了老总的注意 她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 年薪不过三十几万 却每天都穿着 大几万的衣服来公司 富婆谎称是朋友送的 老总半信半疑 回到办公室的富婆 忐忑不安 接下来 她会怎么做 让我们拭目以待 担心自己的秘密被发现 于是找到方圆 给她加了一倍的工资 但这次要求方圆 不但给儿子扮演爸爸 还要陪她出入 各种高档场所 要求方圆做全职 那我尽力吧 我希望 你除了接我们 这个工作以外 就不要再接 其他男帮补的工作了 方圆勉强答应了下来 次日 富婆故意带着 方圆和小丹妮 出现在同事们面前 让同事以为 他们是一家人 之后还特意来到 老总经常吃饭的地方 挑了个显眼的位置 随后来到楼上踩点 确定了老总所在的房间后 回到餐桌 等待着老总的经过 这时老总发现了他们 富婆这么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老总发现 她有个神秘富豪男友 为了彻底打消大家 对她的疑虑 富婆还带着方圆 参加了公司的酒会 方圆穿上笔直的西服 俨然一副高富帅的模样 两人携手同行 与宾客们打着招呼 如同一对夫妻 方圆是吧 您记性真好 老总非常欣赏方圆 特意问起了他的情况 我在美国做股票经济人的 12年美国经济也不太好 正好感觉我身体又不舒服 我就给自己放一架 绿绿油 正好一个现场公司 要把我过来 我就回国了 现在国内环境不错 经济环境什么的 肯定不是第一位的 关键是家人在这里 你才肯放弃美国 那个诱惑之地吧 回后 富婆又带着方圆 与同事一一介绍 这让同事们羡慕不已 方圆在洗手间无意中 听到同事对富婆的议论 我刚才听见周总说了 那是他儿子的爹 还是高雅文厉害 这么多年 公司都传他儿子是私生子 一个人苦哈哈带着孩子 没想到 人家爹是个标准高富帅 刚一进来 我还以为是哪个明星呢 这女人可不简单呢 也太有手段了吧 方圆想着 富婆也不容易 决定帮她一把 回到餐厅的方圆 变得十分体贴 方圆这一操作下来 让富婆在公司领导面前 给足了富婆面子 同事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小文 你真是有福气 这小方也太体贴了 富婆非常开心 酒会结束后 两人吃起了路边摊 我觉得啊 你应该把我这个来头 编得再牛一点 直接就说我联合国来了 要不然你就说 我是那个什么 中东的富二代 沙特王什么的 就是说吓一下他们 你呀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 咱这又不是行骗 是不是 顶多就算 算自卑 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别重上咱们 听我的没错 方圆这一番话 让富婆心里既温暖又愧疚 没过几天 公司准备举办一场舞会 富婆特意给方圆报了一个舞蹈班 接下来的舞会 方圆会怎样应对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方圆被舞蹈老师压腿拉筋 受尽折磨 可舞技依然没有进步 一下子闹情绪 不想跳了 富婆耐心开导给他鼓励 方圆虽不情愿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转眼间参加舞会的日子来临 公司舞会大赛终于到来 富婆一身红色长裙惊艳登场 一家三口让公司同时羡慕不已 舞会上更是高手如云 出涉舞场的方圆紧张万分 偷偷找个没人的地方 反复练习 富婆发现后觉得好笑又感动 面带微笑上前开导方圆 其实拿不拿名次都不重要 你来了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一声呼喊 终于轮到他们闪亮登场 刚开始俩人配合的还算默契 由于方圆无法保持镇静 在跳舞过程中 接连踩中富婆的鞋子 现场陷入尴尬的气氛 没想到方圆早有准备 示意服务生换了一首轻松的曲子 方圆心知自己不是跳娇义舞的料 索性跳起了广场舞 来让我们嗨起来好吗 你给我来跳跳 呀呀 不叫把手挨起来 周围的宾客包括演奏乐手 全部被方圆轻快的舞蹈所吸引 大家纷纷加入其中 就这样 个人表演一下子变成了集体狂欢 随后在大家欢声笑语中 将舞会引入高潮 方圆与富婆虽然未能完成跳舞比赛 但是带动了舞会的气氛 让富婆出尽了风头 舞会过后 富婆对方圆今晚的表演非常满意 远远超出她的预期 方圆成功维护了富婆母子名誉的愿望 自己也是高兴万分 第二天 富婆为了感谢方圆 特意给她租了一套房 但方圆思来想去 还是谢绝了富婆的好意 另一边 小舅子自作主张 在网上为方圆接了一个单子 新客户马索尔 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律师 也是一位单亲妈妈 这天 方圆出于无奈前去面试 女律师为人偏执苛责 有很强的时间观念 方圆因为迟到了十分钟 就引起了女律师的不悦 随后就坐在沙发上 把方圆当空气 任凭方圆怎么打招呼都不理会 正好十分钟 你刚迟到了十分钟 如果你明天出门被车撞死 你会不会可惜 今天浪费掉这十分钟 不是我迟到了是不对 那你也不用招我死吧 还有 你刚进门的时候 按了三次门铃 随后又带着方圆来到门口 只因方圆多按了一次门铃 又遭到女律师的一顿训斥 方圆没想到 会有这样的奇葩雇主 心想我不伺候了 正想愤然离去 女律师却拦住方圆不许她走 我请了半天假 推掉所有的工作 就为了建议你这个男保姆 能不能走 得我说了算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 女律师的儿子刚好放学回家 大哥 你怎么在这 原来方圆和眼前这个小孩 早就认识了 当时方圆在医院当护工照顾老人时 他发现马继末偷病人的零食吃 叫什么名 哪床子 我叫马继末 就在那十七床 马继末 你父母也够损得给你起这面 方圆想办法满足了孩子的心愿 就这样方圆成了孩子的大哥 女律师了解情况过后 准备给方圆一次展示能力的机会 我没打算给您机会 您家这活我干不了 之所以没走 是跟我老弟告个别 走了老弟 干不了就别说大话 在视频里把自己吹得这么牛 叫你展示一下都不敢 方圆听到女律师的话 很是不服 于是使出看家本领擦窗擦地擦油烟机 还顺带展示一下自己精湛的厨艺 行云流水般的做了一桌拿手好菜 女律师惊叹不已 别说话 我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但是不见你们家活 要么为什么活好任性 这么优秀的男保姆女律师怎能放过 方圆本想离开 女律师却追了上来 女律师用法律知识威胁她必须留下 再加上小弟的苦苦挽留 方圆无奈 只能勉强留下 接下来方圆与新的漂亮女雇主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方圆 你是我爸爸吗 你真的是我爸爸吗 为何年仅六岁的小男孩 却对自己的爸爸产生了怀疑 事情还要从昨天说起 富婆为了和儿子拉近距离 特意向老总请了一天的假 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儿子 可没想到开车经过商场时 却看到方圆和别人在一起 富婆健壮把车停在了路边 看着如同幸福的一家三口 富婆一脸猝意地走下车 接着怒气冲冲地走上前 这可把方圆给吓得不轻 富婆先向女律师打了招呼 原来他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之前两人有业务上的来往 富婆看着不知所措的方圆 并没有当场拆穿她的底细 而是假装第一次认识方圆 没想到眼前这狗血的荧幕 却被车上的小丹妮尽收眼底 看着自己的爸爸牵着别人的手 小丹妮以为爸爸抛弃了他们 在回去的路上不停地哭泣 富婆看着伤心的儿子 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孩子 另一边的方圆也心生不定 心知自己不但伤害了富婆 甚至还可能伤害了她的儿子 于是借口有事匆匆离去 当她气喘吁吁感到富婆家时 却得知小丹妮把自己关了起来 不仅一个人躲在屋里生闷气 还摔坏了方圆送给她最爱的玩具 方圆默默捡起地上的玩具 本想上前跟小丹妮解释 没想到小丹妮出口即王诈 方圆 你是我爸爸吗 你真的是我爸爸吗 你是我爸爸吗 面对小丹妮一声声的质问 方圆终究还是不忍心撒谎 承认了自己不是她的爸爸 不对的你骗人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听见这话的方圆手足无措 只能一个劲地向小丹妮道歉 虽然她不是小丹妮的亲生父亲 但她愿意像爸爸那样爱她陪伴她 富婆听到方圆说出了真相 二话不说就冲进了房间 直接把方圆给赶了出去 方圆因放心不下小丹妮 一直从白天等到了深夜 等富婆将小丹妮哄睡后 却看到方圆迟迟不肯离开 这才打开门见方圆一面 方圆本想跟富婆赔礼道歉 谁知富婆却责怪她自作主张 不该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孩子 就算她现在恨我也比将来怪你强 你说 我怕这事拖久了 将来孩子长大了 她不相信人怎么办 听见这话的富婆有些愧疚 但她还是不能原谅方圆 毅然决然地关上了房门 无奈的方圆只能转身离开 然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女律师因失业没有经济来源 却还要支付儿子高额的医药费 于是产生了卖掉房子的念头 这天方圆因忘记给女律师买菜 就在网上订了一套昂贵的套餐 女律师虽然心疼不已 但还是极力掩饰自己 没一会外卖小哥就送到了 女律师拿出银行卡准备刷卡 结果却因余额不足无法付账 这让女律师瞬间尴尬不已 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 这才勉强凑够了这顿餐费 等方圆将饭菜摆到桌上时 客厅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 方圆还以为是停电了 女律师再也控制不住了 独自蹲在地上喃喃自语 这不是停电而是物业拉闸 她的钱包里面只剩五块钱了 她已经没有能力雇用方圆了 董事的马基墨点燃了蜡烛 面对一大桌子的山珍海味 三人却一点食欲也没有 女律师也彻底卸下了伪装 提醒方圆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 说完失魂落魄地回了房间 方圆还在为女律师母子担忧 没想到傅婆那边又出了麻烦 傅婆因为工作表现优异 先入选十家杰出女青年 又被老总提拔为公司副总 啊 这是公司的决定 你把手头按的交接一下 把所有的账目都弄清楚 不要给接任的经理造成任何困难 就这样 这本来是个好消息 可傅婆却感到惶恐不安 傅婆身上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傅婆将已经破产的女律师 约到餐厅见面 傅婆以帮朋友问一问的方式 向她咨询离异家庭的孩子 抚养归属问题 女律师告诉她 很大几率有孩子的父亲抚养 傅婆听到这样的结果很是为难 于是提出 如果有需要 想请她做自己的代理律师 这让已经破产的女律师 喜出望外 满口答应 傅婆抽空约见了前夫 她拿出小丹妮的照片 告诉前夫小丹妮 是她亲生儿子 前夫听到后一脸震惊 原来 当年傅婆与前夫分手后 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怀孕了 她在前夫不知道的情况下 生下了小丹妮 如果不是自己遇到麻烦 她打算一辈子都瞒着前夫 而前夫与傅婆分手之后 已经重组家庭 与妻女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突然得知自己 还有一个亲生儿子 这让她不敢相信 这怎么能是我的儿子 而且 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这是我的儿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当时决定生下他的时候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你说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都这样了 你让我认儿子 傅婆劝她冷静 她只是想把真相告诉前夫 并不打算强迫她抚养儿子 临走前 前夫要求把小丹妮的照片留下 到了晚上 心情低落的傅婆 再次约见方圆 傅婆告诉了方圆自己 和前夫分手的前因后果 并且倾诉了自己 多年以来的心酸过往 方圆 方圆 你说我一个小经理 我怎么这么有钱呢 我告诉你 我的钱 是我的秘密 不能告诉你 此时 远处一架相机 正在拍着一切 傅婆给方圆 结清了工资后 提醒方圆 已经被解雇了 以后不要 再互相联系 就这样 方圆满脸疑惑地离开 这时 傅婆突然发现 有人在偷拍 于是 慌忙离开了 方圆前脚刚回到家 小舅子后脚 就神神秘秘地跟了上来 一脸得意地掏出相机 给方圆看 原来 刚刚偷拍的人 正是小舅子 那么 相机 原来之前在酒吧偷拍的人 就是陶军 陶军拍下了 傅婆与前夫见面的视频 原来 前夫在方圆 没到之前 就找过傅婆 他向傅婆承诺 无论如何 都会想方设法 抚养这个亲生儿子 你还想让我这辈子 欠你更多吗 一物降一物呗 我这人 这一辈子 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没有伤心过 就对你 前夫觉得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他 他一定会把儿子养好的 傅婆只是点点头 方圆还不知道真相 他虽然被傅婆解雇了 但放心不下小丹妮 于是来到公司 想找傅婆谈谈 方圆 我给你这工作 确实有点特殊性 是不是让你误会了呀 咱们之间 纯粹就是雇佣关系 你就是我雇敌男保姆 傅婆不想再牵连到方圆 提醒他 不要再跟自己联系 方圆就这样 看着傅婆离去了 来到车上的傅婆 拿着已经办好的护照 她决定写款逃一道境外 于是来到学校 接走小丹妮 给小丹妮买了 很多大几号的衣服 什么 这些衣服 都是给谁穿的呀 当然是给你穿的了 可是太大了 我都穿不了啊 面对小丹妮的询问 傅婆只说是要出远门 等到安顿好了 再来接小丹妮 随后又带着小丹妮 痛快地玩了一天 当他看到方圆 与他们母子的合照 心里感到唏嘘不已 到了晚上 傅婆又交代了 很多小丹妮 听不懂的话 如果有一天 你就生自己了 也要坚强 知道吗 我不想听这个 你还是给我讲故事吧 好 等小丹妮睡后 傅婆转过一旁 气不成声 第二天 心情低落的方圆 刚回到影院 女律师的儿子 就找到她 希望方圆能跟她回去 就在这时 电视里正在播报警方 在机场拘捕 傅婆的新闻 今天上午10时左右 执法人员在机场安检处 拦截了一名 携带巨款 准备出镜的高姓女子 怀疑其涉嫌 负败生意期 请不前逃出镜 真的假的 大哥 你就跟我回去吧 我妈说过了 她马上就能花钱 雇你 她找到工作了 我跟你妈说的很清楚了 以后不会回来了 别在这瞎唧 赶紧回家 这次高兴女子称 她因工作疏忽 而导致公司商业经历陷入 孩子非常失落 在离开时 迷迷糊糊 突然昏倒 三人赶紧上前搀扶 方圆连忙打电话给女律师 女律师赶到后 给儿子吃了药 随后 方圆就抱起女律师的儿子 帮他们打车送往医院 女律师母子刚走 一辆警车就停在了电影院门口 你是方圆吗 啊 跟我们走一趟吧 就这样 方圆被带上车 小丹妮被同学欺负 方圆却被保安拦在门外 眼见保安不让进 方圆跑到后门的围墙边 直接翻墙进入学校 当看到一群同学欺负小丹妮 方圆一下子 火气就上来了 上去就把那些落井下石的学生们 训斥了一顿 此时的方圆 在小丹妮心里 犹如天神下凡 这一刻 方圆已经把小丹妮 当成自己的孩子 抱起小丹妮就走了出去 学校的保安和老师 纷纷上前阻止 方圆一直解释 自己是小丹妮的爸爸 别碰喊 这真的是我爸爸 直到小丹妮开口证明 他们这才肯放行 来到寒冷的街头 小丹妮向方圆 询问自己的妈妈 是不是坏人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妈渴着 饿着 冻着过你 没有 这么多年 是不是你妈一直哑着你 方圆安慰小丹妮 不论别人怎么说 一定要在心里记住 妈妈是个好人 随后 将小丹妮带到小舅子的电影院 小舅子和女友 一直觉得不合适 方圆答应 只是暂住几天 就这样 方圆成了小丹妮 真正的代理爸爸 对小丹妮 无微不至地照顾 哄她上床睡觉 可小丹妮 一点也没让方圆省心 一直嚷嚷着 要给她讲故事 才能睡得着 想完就睡啊 方圆 我妈 读讲故事的时候 都涂口红的 你什么意思 方圆无法理解 小丹妮的怪异要求 又实在受不了 小丹妮的嚷嚷 只好照做 方圆把嘴唇涂得 红通通的 如同猴屁股一样 就这样 小丹妮慢慢地睡去 方圆松了口气 退出房间 小舅子和女友 看到她这个样子 忍不住哈哈大笑 第二天一早 女律师就找上门 她提醒方圆 法院马上要 查封富婆的别墅了 让方圆去整理一些物品 方圆只是带走了 小丹妮喜欢的大黄蜂 而保姆交给了方圆两封信 这是高小姐走之前 特地叮嘱过的东西 这一袋是给方先生您的 这个是给一个 叫王学明的人 地址就在上面 方圆找到富婆的前夫 前夫从信中得知 富婆主妇 她会把孩子 交给外婆抚养 决定不再打扰 前夫的生活 希望前夫好好珍惜当下 学校这边 为了小丹妮的健康成长 老师建议 给孩子换所学校 方圆同意了 随后 女律师提议 尽快把小丹妮送到外婆家 方圆虽然心中 不舍 但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到了晚上 几人为小丹妮 在影院提前过了一个生日 吹过蜡烛之后 方圆千叮咛万嘱咐 生怕高家父母嫌弃她 让小丹妮 先背诵自己教她说的话 此时的方圆和小舅子两人已经红了眼眶 她强颜欢笑地安慰 爸爸 你怎么带我去吃爸王餐吗 是什么让眼前这个小孩哭得如此伤心 原来这个小孩的妈妈犯了经济罪 被警方逮捕 而她的爸爸早已和别人重组家庭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如今 只剩下小丹妮 一个人孤苦伶仃 方圆遵从父婆的委托 把小丹妮送到姥姥家去 临走前一晚 方圆在影院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 为小丹妮送行 方圆千叮咛万嘱咐 让小丹妮背下她教的话 我吃的不多 长得不坏 我不用老买衣服 打住啊 我教你这个不是用我身上的 小丹妮很委屈 她不想去姥姥家 只希望和方圆在一起 方圆在小丹妮的心里 已经占据了爸爸的位置 送走小丹妮 她心里也是万分不舍 方圆早已把小丹妮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她强颜欢笑地安慰着小丹妮 让她去到姥姥家 一定要多多巴结 第二天 方圆和女律师 带着小丹妮 来到妇婆的父母家 临走前 方圆没完没了地 对老人交代小丹妮的方方面面 旁边的女律师也被感动了 方圆把妇婆唯一的照片交给小丹妮 还拿出一袋子钱 谎称是学校退的学费 一旁的女律师却很清楚 妇婆根本没留下任何东西 那是方圆全部的积蓄 就这样 小丹妮依依不舍地目送方圆离去 就在离开院子的时候 一声爸爸从身后传来 方圆不敢回头 红着眼眶狠心地离开 随着小丹妮的喊声越来越大 方圆也走得越来越远 第二天 方圆到监狱探望妇婆 妇婆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这让方圆非常惊讶 昔日盛气凌人的妇婆 如今满头白发 憔悴的面容让人有些心疼 他们聊起小丹妮 妇婆十分后悔 觉得对不起孩子 方圆安慰妇婆 小丹妮并没有怨恨她 还精挑细选了一支她最喜欢的口红 此时妇婆再也控制不住潸然泪下 你能给我 涂一次 我儿子给我这口红吗 妇婆欣慰地笑了 离开监狱的方圆悄悄地去看望小丹妮 我语文老师说 我今天写作业有进步了 所以还给我奖品了呢 我的大外孙太棒了 看着姥姥这么疼爱小丹妮 方圆也感到很欣慰 随后放心地离开了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能力 你真的 还有你 这个前台你穿成这样干嘛呢 装给谁看呢 你要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注意看 这位金牌大律师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 原来 女律师因代理了一场失败的官司 被各大律所拒绝 为了给体弱多病的儿子买药 卖掉自己的名牌包包 又将自己的豪车低价处理 可远远不够儿子的手术费 她只能委屈求全 找了份前台的工作 给人端茶倒水 方圆看不下去 声称自己有办法帮她找到满意的工作 第二天就找来小舅子 拉着她就来到一家公正处 她先是让女律师到大厅坐着 随后拿着号牌找到工作人员 你好我自信一下 拿好了吗 拿了拿了 拿了就等着呗 有什么问题 等着问公正员 得嘞就等你这台 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后 悄悄来到女律师身旁坐下 跟小舅子对了对暗号 接下来就开始了影帝级的表演 方圆故意当众大声请教 女律师法律上的问题 引起了一旁交集等待群众的注意 女律师开始一脸疑惑 方圆给她使了个眼色 这让她一下子心领神会了 随后用自己从业多年的丰富经验 对方圆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头头是道 小舅子则在一旁边录制边拉拢群众 那我顾你当律师得了呗 我看你也这么专业 我就顾你了呗 这时一位大妈来了兴趣 大妈上前就把方圆推走 乐呵呵地询问了起来 这也很快吸引了大批群众 纷纷围过来 向女律师咨询各种法律纠纷 小舅子拍下女律师 耐心回答群众问题的全过程 保安察觉不对劲 赶紧上前阻止 怎么影响你们工作了 你们的工作人员什么态度啊 我们拿一号 拍一个小时 然后再告我们准备什么材料 等我们回去把材料拿回来了 还得接着拍 我们时间不是时间啊 就是的 众人也纷纷起哄 三人最后还是被保安强行赶了出来 素材够了吗 必须的够够的 女律师明白目的后 很佩服方圆的办法不错 声称刚刚已经有几个人 准备请她做律师了 接着就要去下一家继续操作 怎么那出息啊 你是金牌大律师 还打算一辈子在公证处找什么 不是你说公证处纠纷多的吗 让我来这找客户 这是抛砖掩域的砖 域在这儿呢 方圆表示 回头让小舅子剪辑一下 做成简历投到网上 到时候大把律所等着她 女律师半信半疑 小舅子在一旁却胸有成竹 果然 第二天就有律所找到她面试 马叔儿紧张万分 这时她想到方圆说的话 瞬间信心满满 对面士官提出的问题倒背如流 就这样 应聘成功 重新回归律师行业 求职成功的马叔儿 心情无比激动 打电话给方圆分享喜悦 随后提醒方圆家里的事 让她多多照顾 大家来看看这个男保姆 是如何追到女律师的 她先是找来前小舅子 帮女律师录制求职视频 又让小舅子通宵做求职简历 还亲自四处奔波 挨家挨户前去帮女律师投简历 没过几天 女律师就收到最好律所的面试邀请 应聘成功 马叔儿重新回归律师行业 女律师为了感谢方圆 带着儿子领着大包小包的食物登门道谢 几人围在一桌吃饭热闹非凡 这时 方圆的闹钟响起 原来是到了 与远在他乡的女儿视频的时间 方圆走后 小舅子向女律师 提起了方圆与前妻的辛酸往事 我跟你说这事也赖我姐 我姐这太不是东西了 别把自己的老爷们折磨成这样 你看看 天天就会做饭 只会切丝 看到吗 就是 三十岁的小伙 硬折成六十岁的老婆 方圆与女儿长时间没见面 总是无法吸引女儿的注意力 从而导致通话时间不长久 彭为父母的女律师明白方圆的不义 决定帮她一回 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 自己与儿子穿上海绵宝宝拍大新礼服 出现在方圆身旁 果不其然 可可被卡通人物深深吸引 这也为方圆跟女儿视频通话 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方圆看着认真取悦女儿的母子 生怕她们太劳累 于是 依依不舍地提前结束了与女儿的通话 女律师母子类的气喘吁吁 方圆非常感激她们 女儿真可爱 随我 就这样 两人的情感也在逐渐升温 这天 光头邻居正在遛狗时 二狗没忍住在女律师门口吁吁 被女律师抓得正着 正当两人撸起袖子 准备开干时 方圆乐呵呵地提着菜刀走出来 这可把光头邻居吓了一跳 光头提醒她 别乱来 不然 自己放狗咬她 就这样 方圆半推半就地架着刀 在光头身上 往里屋走去了 女律师在房里忐忑不安 生怕方圆跟光头打起来 最后实在忍不住 跑到光头家门 准备偷听 这时门打开了 只见 两人乐呵呵地走出来 临走时 还互相打招呼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没动手吧 啊 动了 动 啊 没伤着吗 啊 什么伤啊 动手给人做了肉菜 方圆又一次 用自己精湛的厨艺 为女律师 化解了与邻居的矛盾 这么一来 女律师不以身相许都不行了 第二天 女律师的儿子要开家长会 女律师 有事不能参加 只能请方圆 代替家长参加 方圆来到学校就后悔了 因为她看到了陆秦 当方圆再次遇到这个 欢喜冤家陆秦 这个女人气势汹汹地拿着剃须刀 刚找到儿子 就把她的头发给剃光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方圆和女律师 正在开心地打着高尔夫 正想叫儿子过来一起玩 不曾想 正在当秋千的儿子 突然犯病了 大家赶紧把孩子送往医院 经过一番焦急的等待后 医生表示 病情暂时稳定 但是怀疑 病人吃的药量不够 没有按照他的医嘱用药 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病情随时会朝着加速器发展 得知儿子的病情随时会加速 女律师十分害怕 一下子手忙脚乱 不停地给房间消毒 妈妈 这时儿子醒了 女律师赶忙上前安慰儿子 并询问儿子 为什么没有按时吃药 还把药量减少了 儿子这时说道 你说你说咱家没钱了 我的能量快太贵了 所以我想省着点吃 这样就可以不为钱发愁 宝贝 宝贝 谢谢你 女律师被儿子的董事 感动得气不成声 她恨不得把自己生命献给 可怜无助的儿子 方元在走廊上 悔恨自己以前 对陌陌的简单粗暴 陆琴安慰她不要自责 精神恍惚的女律师 要回家取东西 方元不放心 让陆琴照顾孩子 随后跟着激进崩溃的 女律师回家取东西 陌陌也是个小机灵鬼 她发现陆琴对方原有意思 于是悄悄告诉陆琴一个小秘密 其实 我特别想让我大哥 给我 给我当爸爸 特别想 回到家的女律师 不停地自言自语 自责是自己没有照顾好陌陌 陌陌除了我 没有爸爸 没有人可以照顾她 只有我 只有我可以照顾陌陌 只有我可以照顾陌陌 我要听 方元紧紧抱住她 安慰她会共同面对 医生对陌陌的病情很担忧 孩子的病需要尽快找到配型的骨髓 才能彻底治愈 移植 那我们移植 为了孩子 方元把小舅子和她女友 以及陆琴都叫来做配型检查 女律师非常感激 方元建议找孩子的父亲来做配型 可女律师这么多年来尝试各种方式 孩子的亲生爸爸却毫无音讯 默默马上要进入化疗的痛苦期 女律师决定做一件疯狂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开头的画面 默默还要继续做化疗 这些天我帮她洗澡的时候 头发都大把大把的掉 我不希望她有一天照镜子 发现自己头发稀疏的样子 看着替默默剃头的女律师 方元心里五味杂陈 一颗幼小的心灵 承受了常人都不能承受的痛苦 方元怕她难过 给她买了帽子戴上 大哥 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实际上的 要是 要是我好不了了 你一定要陪着我妈妈 在她身边 别让她一个人 行吗 要不 咱俩试试吧 女律师向方元表达了爱意 坦承自己现在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她 方元不敢相信 幸福会来得这么突然 随即两人如愿以长身拥在一起 这一切正好被方元的小迷妹 陆青看在眼里 这让她非常失落 随后将美食放在门口悄悄离去 来到天桥上的陆青 看着飘向天空的气球 她想起默默对她说的话 陆老师 我能跟你讲一个小秘密吗 当然可以了 帮你保密 其实 我特别想让我大哥 给我 给我当爸爸 陆青决定不再打扰他们的生活 依依不舍地删掉方元的电话 喜欢一个人 既然不能得到他 那就祝他幸福 没过几天 凌月的血型检测 有了结果 但与默默的血型并不匹配 马舒尔如释重负松了口气 他虽然很想救儿子 但不想再和凌月有任何牵连 随后转身离去 凌月一路缠着马舒尔走出医院 可马舒尔根本不想搭理他 突然凌月强行把马舒尔拉上出租车上 强行吻了马舒尔 马舒尔拼命挣扎 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马舒尔 随即给了他一巴掌 师父 停车 可这还没完 马舒尔骂骂咧咧走下车 凌月一路尾随追了过来 不停地向他道歉 马舒尔指责凌月当年的不辞而别 他与默默这么多年所受的苦权是 拜他所赐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他 这天 方元照常到马舒尔家中做家务 马舒尔向方元 谈起 跟凌月见面的事 方元不以为然 表示 两人曾是夫妻 就算已经分手 见个面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第二天 凌月去看望默默 马舒尔不在家 方元在家招待了他 两人来到客厅 方元说 默默正在睡觉 让凌月先在沙发做做 还问他需要喝什么 一副主人家的样子 这让凌月心里很不舒服 凌月通过两人交谈中 得知方元原来是个保姆 打心眼里瞧不起方元 你们也是个拍照片的吗 我是个拍照片的 和你一样 自由职业者 这一单活呢 也就六十数 方元表示 这不是买卖 不能用钱来衡量 凌月又说出 默默名字的来历 声称 那是他和马舒尔认识的那天 那天正好是 世纪末的最后一天 到现在 十五年了 先减去六年再说 你怎么问自己 这六年你干嘛去了 你和我讨论这个有意义吗 现在我在屋里 你在屋外 我给你开的门 你是这家的客 你是不是这家的主人 还不一定呢 打起来时 默默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凌月赶紧拿出新买的游戏机 要送给儿子 可默默只是看了看他 并没有理会 随后 习惯性地依靠在方元身边 这让方元很欣慰 可就在方元 转身替默默拿钥时 凌月拿出自己的摄影器材 很快就把默默吸引住了 等方元拿钥出来 看到了这一幕 看着父子俩 有说有笑 方元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隔天 凌月就对女律师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她让人一天到晚地给她送花 这让女律师 烦不胜烦 花里还放着她的照片 她随手就送给同事了 女律师看着手中的照片 很是心烦 随手就丢在了一边 女律师不想跟凌月有什么纠缠 于是 打算找到凌月当面说清楚 而凌月这边 正在悠闲地拍摄 这西楚霸王 果然不是什么好鸟 女律师找到凌月 警告她 不要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凌月洗出很多 女律师以前的照片 故意把女律师的照片 铺在桌上 试图用往日美好的回忆 挽回两人的爱情 雪儿 我们别再浪费生命了 应该和珍惜这人在一起 女律师表示 现在知道珍惜已经晚了 可凌月还不死心 她拿出默默的照片 接着又提出 要承担默默的医疗费 默默看病的费用我来承担行 花钱买安心啊 对 花钱买安心 我不想愧疚得太深 这家伙脸皮是真的厚 这天 方圆和女律师母子 正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吃饭 方圆发现了许多默默的相片 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其实心里很不舒服 女律师意识到 可能伤害了方圆 等方圆出门时 追了出去 向她解释清楚 方圆表示自己 没那么小心眼 凌月是默默的爸爸 他们有来往很正常 她只想与女律师 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这让女律师感动不已 两人随即相拥在一起 凌月与默默的感情越来越好 她让儿子帮忙拿到 女律师的银行卡 随后把自己所有的钱 打到了她的卡上 女律师不想接受她的好意 但凌月觉得 这是作为一个父亲 应尽的义务 第二天 方圆与女律师母子 正在开心地堆着积木 此时 门铃响了 女律师上前去开门 只见 凌月提着大包小包 进入家中 看到这一幕的方圆惊慌失措 她对默默无微不至的照顾 终究还是比不过血脉相连 凌月以自己没有钱住酒店为由 死皮赖脸的 要来马家居住 女律师此时明白了她的用意 表示 钱可以全部还给她 但是要求她 马上离开 凌月为了赶走情敌方圆 直接亮出自己最后的底牌 是 我以为我走了之后 你会跟法院提出离婚申计 可是我去所有地方都查过了 原来你一直都没有 方先生 从法律上讲 我们还是一家三个 这是我的太太和孩子 方圆听到这个消息后 犹如晴天霹雳 自己一下子变成了第三者 她再也待不下去了 起身就离开了 她没想到 自己的真心换来的 却是女律师的欺骗 女律师也没想到会这样 赶紧追了出去 两人会不会因此而分手呢 我们下期见 儿子 爸爸叫你睡盈 好啊 你没理问 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我是个孝儿 女律师焦急地解释 当年没有跟林月办理离婚证的原因 当年林月不辞而别 自己曾去过民政局办理离婚 可由于林月不在场 导致无法受理 后来因工作太忙 加上默默身患重病 一时间把这件事忽略了 方圆无法原谅她 隐瞒了离婚的事实 自己将真心全部倾注到她身上 没想到 换来的 却是她的欺骗 女律师向方圆保证 会尽快和林月离婚 回到家 就要将林月赶出家门 此时的默默 却已经对这个爸爸产生了依赖 林月以争取孩子抚养权为由 要求让她在家陪儿子一个月 不然 她不答应离婚 女律师没办法 随后打电话告诉方圆 怎么说的呀 那男的说 要帮他们家住一个月 陪陪马基默 离婚以后 逢一离婚 我靠 这能行吗这个 这是缓兵之计呀 小舅子一语道破林月的阴谋 这事太别扭了 别扭了 弄得现在我 我像第三者似的 我逼他们离婚呢 晚上 女律师和方圆互相发信息道歉 两人再次重归于后 方圆一大早就来给女律师送爱心便当 两人在一起你浓我浓 说着暧昧的情话 方圆在收拾桌子时 无意间发现 林月送给女律师的许多照片 这让方圆刚起伏的心 一下子跌入谷底 隔天 方圆来到女律师家 大哥 大哥 原来是林月 故意邀请方圆来的 林月声称 让方圆陪他们一起去郊游 期间 故意让方圆发现 他们夫妻放在一起的洗漱用品 随后又假借驾照过妻为由 让方圆开车 让方圆看到他们 一家三口秀恩爱 女律师看穿了她的把戏 主动坐到副驾驶座上 到了郊外后 林月又故意刺激方圆 说他们一家三口密不可分 还提醒方圆是第三者 我们为什么高兴 我没想跟你争含 儿子就是我最大的筹码 这就是你我最大的差别 你觉得你还有胜算吗 此时的方圆才明白 林月的用意 原来她根本不打算离婚 林月接着让方圆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 方圆强颜欢笑 拿起相机 此时她心里无比沉重 感觉胸口憋着一口气 涂又涂不出来 吞又吞不下去 交游结束后 女律师看出方圆的不悦 特地亲密地挽着方圆的手臂走回家 向她表达了谢意 方圆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不满 瞬间破了房 我看到你办公室的那些肉胎 我一直不想说 我以为我能消化掉 但是今天我真的觉得 你们才是一家三口 我是多余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此时 阳台上的林月看着争论的两人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你见过这样的复兴汉吗 她因年少无知 害怕承担责任 不辞而别撇下马苏儿母子二人 自己周游列国去了 当满世界跑了一圈过后 明白 家庭美满 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她找到前妻请求原谅 可马苏儿早已经有了心上人 方圆对他们母子无微不至地照顾 任劳任怨 两人很快就开始交往 林月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方圆与马苏儿母子的平静生活 看西楚霸王 是怎样挽回一段婚姻的 好好看好好学 她先是找到马苏儿 不停地给她送花送照片 眼见马苏儿不理她 林月主动找到她 死缠难打 不停地道歉忏悔 对不起 我真没想到我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看到你 我控制不住 可马苏儿表示 永远不会原谅她的不辞而别 眼看得不到前妻的原谅 随后就找上情敌方圆 用经济实力打击方圆 家政 接着再从儿子这边下手 拿出自己最喜欢的摄影器材 来吸引儿子 从而拉近与儿子的关系 从儿子口中得到马苏儿的银行卡 随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转给马苏儿 好趁机以没钱为由 住进马家 方圆看到他们 父子情深 一下子惊慌失措 最后林月使出杀手锏 那就是证明他和马苏儿还没离婚 方圆无形之中成了第三者 从法律上讲 我们还是一家三个 这是我的太太和孩子 他再也坐不住了 起身愤然离开 马苏儿怕方圆误会 马上就要赶走林月 爸爸 妈妈 你为什么非要让妈妈走 是爸爸让妈妈失望了 妈妈现在愿意相信别人 不相信我了 是因为方圆 而默默跟林月交往这几天 早已对这个爸爸产生了依赖 一气之下 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方圆赶到家中 给默默熬了他喜欢的粥 可默默对他爱搭不理 都是因为你 我爸爸才会走的 方圆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孩子 女律师也很自责 她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自私造成的 方圆提出 两人先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随后 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 这天默默 突然又发病了 林月赶到医院 安慰马说 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方圆看到 医生交代默默的病情 已经开始恶化 如果再找不到适合的骨髓 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那一年之内 如果能找到好的培训的话 还是有希望 那是肯定的 而且要越快越好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马说瞬间崩溃 一下子气不成声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林月突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什么想法 如果我们不离婚 再要一个孩子 配神的成功力 林月为了救默默 产生了和马说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马说愤怒地拒绝 他现在只想尽快跟林月离婚 林月见说不动马说 于是把方圆约到自己的摄影室 故意让方圆看到墙上 他为马说拍的照片 随后提起他和马说以前过得 有多么精彩 见方圆不为所动 于是提出 与马说生孩子的计划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能挽救默默 这个消息让方圆不知所措 一时间无法接受 方圆心情低落地回到影院 他想起白天去医院看望默默时 看到忙里忙外的林月 忽然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默默对现在的爸爸充满依赖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无时无刻 黏着自己的孩子了 方圆没想到 事情发展得如此复杂 他全心全意投入到 与马说这段感情当中 两人彼此非常珍惜 但却关系到一个孩子的生命 他不得不放弃这段 来之不易的感情 方圆决定不再反对 林月与马说的复合 成全他们一家人 第二天 马说还蒙在鼓里 他坚持与林月到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双方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吗 考虑清楚 夫妻是不小的缘分 有什么矛盾问题 都可以解决的吗 就在这时 方圆给他打来了分手的电话 他哪分手啊 你说什么呀 马说不顾一切赶到电影院 他拼命地拍打房门 希望方圆不要放弃 这来之不易的感情 林月就是过去世 而你才是现在 方圆提醒马说默默 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现在只有林月能救默默 如果错过了唯一的救命机会 他们会一辈子都活在愧疚之中 一定要这样吗 听过那么一个故事吧 就是每个人到这世界上吧 都会遇到一个百度自己的人 把你从国外里边救上来 送上岸 但是也仅限于同船的这段时间 最后呢 一个上岸 一个 掉头 马说的手不停地在颤抖 随后 留着热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一边是深爱的男人 一边是深爱的儿子 如果让他选择 他觉得自己会选择儿子 就这样 方元与马说的这段恋情 也告一段落 方元才是最值得幸福的人 过去的经历 只是他人生的历练 他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人生 这天 方元又碰到了欢喜冤家路径 默默 而我不能 方元为了救默默 放弃了与马说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失恋后的方元在家高烧不退 这可把陶军和林立急坏了 两人赶紧把他送去医院 可他们前脚刚走 马说就来到影院打算跟方元告别 也许是上天注定 两人再次错过 马说见没人开门 给方元打电话也没人接 他心中最后的一丝念想也断掉了 只好失望地回去了 方元病好了之后 特地做了几个拿手好菜 答谢小舅子两人 小舅子安慰 方元应该早点走出失恋的阴影 方元把心事藏了起来 假意说自己已经放下了 这天 方元收到了马说的快递 里面装的是海绵宝宝的服装和一封信 信中说道 他们带着默默到香港治疗去了 感谢方元这么久以来的陪伴 我会陪着默默好好治病 相信你也一定能够 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对此我毫不怀疑 我们所有的人中 你是最值得幸福的人 马说说的没错 方元才是最值得幸福的人 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 这天方元在找工作时 意外遇见了她的小迷妹陆琴 两人四目相对 陆琴满心欢喜地奔向方元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跟我说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呀 谁不散谁啊 陆琴问起方元与马说的事 看着方元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 一下就猜到她与马说分手了 陆琴心里乐开了花 不停地在方元身边叽叽喳喳 让人给甩了 那你真的又单身了呀 拿镜子照照行不行 你这样脸子还是注定单身的脸子 挤对谁呀 你可真不争气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不错的没两天就让人给甩了 真是浪费我骗苦 方元对她很是无语 正打算跟她分道扬镳 没想到陆琴一把拽住她 还没等方元反应过来 就被拉到了以前富婆给她抱的舞蹈班 陆琴找到她的追求者韩阳 当着她的面宣布方元是自己的男朋友 韩阳不相信 陆琴赶紧给方元使眼色求助 可方元不上道 反手就把她给出卖 那 我们俩认识 五个儿是这样 但是 我们俩属于那种 见面就吵 互相看不顺眼那种的 所以到任何时候 我们俩也不可能成为男女朋友 韩阳 嗯 可劲儿追他 我祝福 方元 什么呀 不看看 我故意刺激你呢 帮人 哎 谢了兄弟啊 陆琴气冲冲 追了出来 可方元早已不见了踪影 陆琴杀气腾腾 掏出手机 发信息给方元 他表示 今天的筹记下了 早晚要找他算账 果不其然 第二天 陆琴就带着大包小包过来了 方元 我们的同居生活 正式开始了 富美主动找中年大叔同居 我们的同居生活 正式开始了 这可把方元吓呆了 原来 陵琴的父母 要来看望准女婿 这可把两人急坏了 方元回家看到 如坐针毡的两人 很是好奇 于是询问 怎么回事 我不是跟他们说 我找了个 有房有车 有钱的高副帅吗 他呀 哎呀 这连个像样的地儿 现在都没有 你们说怎么办 怎么办 就在几人一筹莫展时 陶军集中生智 想到了一个馊主义 陆琴是不是自个儿说 陆琴有房还有车 就让方元把陆琴约出来吃饭 饭桌上 陶军两口子不停地 给陆琴加菜 琴儿啊 说清楚你叫谁琴儿啊 陆老师 是吧 陆琴看出 陶军无视线殷勤 让他少念旧情直奔主题 陶军说 想借他的房子和车子充场面 那我住哪啊 不是咱交换呢 你就住我那电影院那大 陶琴儿 那他呢 跟你跟我呀 他当然跟你一块住了 跟我们住在那里 怎么回事啊 陆琴一听到能和方元共处一室 笑得和布龙嘴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俩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算不算同居啊 两屋 陆琴回家收拾好行李 就跟两人交换了钥匙 你们是给我打电话吧 陆琴 老师 啊 我家方元 坐我妹 啊 哼哼 好家伙 方元这下惨啊 此时的方元正在家里洗衣服 突然听到脚步声 他抬头一看 只见陆琴大包小包地走过来了 方元 我们的同居生活正是开始了 方元一下子傻眼了 随后 方元给陆琴交代注意事项 陆琴却满眼桃花地看着他 根本没听到他说的什么 陆琴真是妥妥的小明媚一媚啊 第二天 陶军开车去车站接人 不小心发生追尾 由于车主不肯私了 他只能让林立父母 自己先打车去影院 林立父母在车站外等候多时 当接到女儿 打来的电话 老两口只能自己打车回去 陶军不在 方元替他放映 陆琴对放映设备充满好奇心 于是四处乱摸 一不小心 按道播报开关 各位观众 这可把观众们气炸了 方元赶紧让机器恢复正常 随后警告陆琴 不想让陶军丢工作就安分一点 陆琴接到陶军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不小心追尾了 陆琴表示人 没事就行了 此时 林立的父母已经赶到影院 方元和陆琴为了配合陶军 只好谎称是他的员工 陶经理说了 说他越母越父 要来我们电影院时差工作 让我们务必接待好 看来那陶军那真是个奸顶啊 是是是 二老一听 准女婿这么厉害 乐呵呵的 就要进去观摩影院了 不料林姆为人挑剔 十分嫌弃影院的一切 方元怕陆琴说漏嘴 让陆琴去看着放映机器 自己亲自招待老人 不曾想 放映机突然起火 方元 着火了 方元 小两头准备结婚 岳父岳母 突击考察准女婿的实力 陶军却在接二老的路上发生追尾 方元和陆琴 只能谎称是陶军的员工 热情地迎接二老 方元怕陆琴说漏嘴 让他去看着等放映器 不料 放映机器突然起火 方元 着火了 方元 观众们惊慌失措地从电影院跑了出来 此时 陶军正好赶到 见此情景 赶忙冲进电影院 话说 这火势确实有点大 都动用了全体人员 在几人的神操作下 终于把火熄灭 陶军不顾林立父母在场 气得暴跳如雷 狠狠责骂了方元一顿 随后很不耐烦地 让林立送父母回宾馆休息 林姆生气地离开了 林立带着父母住到了宾馆 期间 林姆不断地抱怨 她对陶军当面 责骂员工的态度 没有好感 她觉得 陶军是在耍威风板架子 方元在救火中 不小心被烫伤 陆琴陪她来到医院治疗 医生以为 他们是情侣 叮嘱陆琴要好好照顾方元 不要让你沾水感染 这要是沾了水感染 那你麻烦了 不会结枝吧 陆琴心里美滋滋的 陆琴因祸得福 得到照顾方元的机会 心里暗暗自喜 隔天 陶军就来给林父林姆道歉 十分挑剔的林姆 坚持不住宾馆 提出要到家里参观 当看过他们的小屋后 又嫌弃陶军的房间空间狭小 只能勉强容下小两口居住 随后又催促陶军 要买更宽敞的房子做婚房 林父通情达理地 一直帮陶军说话 陶军赶忙转移话题 拉着他们去吃饭了 餐桌上 林姆第一口就吐了 声称饭菜不合口 吃完准备结账的时候 林姆看到 是自己女儿掏的钱 陶军却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气得她转头就走了 晚上林立父母回宾馆休息 二老不远千里来见女儿 大老也得过来 来偷个女儿 正在这破宾馆 林姆以为女儿真找了一个高富帅男朋友 以为能住进宽敞豪华的房间 却发现现实比想象中差别太大了 林父却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陶军孤身一人 能在大城市有这样的条件 已经很不错了 女儿曾在电话中称陶军是电影院经理 有车又有房 林姆越想越起 突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于是决定 先了解陶军的经济实力情况 再决定是否 是什么 让这对男女如此惊慌失措 原来 陶军女友骗她父母说 两人一直分床睡 林姆的突然到来 把两人吓坏了 赶紧手忙脚乱的伪造 没睡在一起的痕迹 可林姆一进屋就四处张望 以前做过寄生工作的她 一下子就看出端倪 她用手在沙发上设施温度 陶军 哎 阿姨 你俩干嘛 一直分开睡的 阿姨 我一边水上发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火力又壮 睡了一夜了 这被子跟沙发全是凉的 你说你懵谁呢 陶军一脸尴尬 就在这时 韩阳来找陆清 林姆一听 这里以前 还住着一个叫陆清的姑娘 一下子又多移了起来 陶军赶忙捂住她的嘴 把她拉到楼下 让她去影院找陆清 韩阳来到影院 正巧看到 陆清给方圆情意绵绵地喂饭 方圆还向她招了招手 示意要不要一起 韩阳转身就到商场买了一大堆补品 趁陆清离开后 她赶紧带着补品找到方圆 希望方圆能早日康复 这样陆清就可以解放出来了 方圆让她放心 自己保证和陆清没关系 韩阳表示 她已经苦苦追求陆清一年多了 可陆清连正眼都没瞧过自己 这让她非常苦恼 方圆觉得 韩阳挺不容易的 于是给她支起了招 这说明一切爱情都是以友情为提出 你死伤乱打包 是你换个打法的 你调整一下自己 就以新朋友的姿态重新认识她 但是你别给她压力 这有道理 我能叫你大哥吗 不用 你帮我追陆清 声称自己后半生幸福都寄托在她身上了 方圆正想说自己感情经验也挺失败的 韩阳放下补品就一六烟地跑了 第二天 韩阳拜托方圆帮她约陆清出来 可方圆问过了 陆清表示要带上方圆才行 韩阳觉得只要能约陆清出来就行 两人通过交谈得知 韩阳原来是个富二代 不是 现在当体育老师赚这么多 不是 这我爸给我买的 这我爸给我买的 请来一份 我就不明白了啊 我还不够低调啊 我这才叫低调啊 这车是我们家最便宜的 那让我怎么办呢 方圆很事无语 随后叫上陆清 三人就出发了 三人来到游乐园 陆清要玩过山车 没想到 韩阳有恐高眩晕症 但为了追到陆清 他决定豁出去了 可没几圈下来 韩阳就吐得一塌糊涂 可这还没完 陆清一下子又买了五张票 我最讨厌胆小的男人了 你不会恰巧就是的 对不 没事 咱们一会儿出去 谁怕谁 韩阳终究是撑不下去 只好妥协 就这样 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 你追我赶 玩得不亦乐乎 韩阳开始从眩晕中 渐渐清醒 看着陆清笑得那么开心 他似乎看懂了陆清的心意 第二天 韩阳就找到方元 质问方元是不是假装 帮他追陆清 然后趁机对陆清下手 我 我 我跟毛主级保证 真没有 就是他 我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 没一样是我的菜 但他是我的菜啊 韩阳不死心 拿出两张 好不容易弄到的脱口秀门票 请方元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约到陆清 大哥 你就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直路灯 我后半辈子的幸福 能不能点亮 就全在你手里了 我谢谢你 方元能否帮他约到陆清 我们下期见 我一没横行八道 二没为父不仁 既没有不良嗜好 我生活有积极乐观向上 就因为我爸有钱 我还不够低调啊 韩阳苦苦哀求方元 帮他追陆清 他通过关系 买到两张陆清 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出 恳求方元 无论如何想办法 帮他约到陆清 看着可怜巴巴的韩阳 再加上为了给他证明自己 对陆清不感兴趣 方元勉强答应了下来 方元找到陆清 声称 朋友硬塞 给他两张演出票 自己又不懂这些东西 让陆清帮忙看看 陆清一看 是自己最喜欢的脱口秀 兴高采烈的 就要跟方元一起去看 是 这票 你买的 只故意想约我吧 我呸 你给他 你给我了 也不能要回去了 周六见 演出前 陆清悄悄给方元 买了个小礼物 想着给方元一个惊喜 随后 满心欢喜地来到 演出门口 当看到来的人是韩阳 他赶紧把礼物藏了起来 随后很不情愿地走向会场 本来是自己最喜欢的演出 可陆清 却全程沮丧着脸 勉强陪韩阳看完 演出结束之后 韩阳请他吃饭 给他点了满满的一桌包子 你走哪都要铺这一桌子吗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啊 不是 你太瘦了 得多吃点补补 还有你最爱吃的 陆清质疑 韩阳怎么知道 自己喜欢吃包子 韩阳解释道 原来 他刚刚踏进学校的那一天 就注意到了陆清 当时 陆清独自在角落里吃着包子 一边吃 还一边流着眼泪 韩阳看到后 很心痛 他不明白 这么好的一女孩子 到底受了什么委屈 令他这样难过 从那以后就开始注意 陆清 到后来 就喜欢上了上课时 活力无限 下课后 独自悲伤的陆清 韩阳向陆清坦白 自己对他执着的爱意 陆清没想到 韩阳对自己会这么用心 以前以为韩阳追他是幼稚的行为 陆清为自己以前 对他的偏见向他道歉 我也特别感谢你 喜欢过我 但是 但我不想听你说什么 但是 但是 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人不是你 回到影院后 陆清气势冲冲的找到方圆 把正在放映的电影给关闭了 观众们气炸了 方圆赶忙让机器恢复播放 你咋个人啊 干嘛你 你干嘛呢 做我叫 挺好看的吧 你是不是特别叛丑跟韩阳好啊 你说你这秉性 人都能容你 人家境也挺好啊 你就不能开开窍吗 开你呗 我小姑娘骂人的 第二天 韩阳就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他拉着大音响 来到学校操场上 开着大喇叭 公开向陆清表白 我是韩阳 三年级二班的陆清老师 请你仔细听好了 这可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围观 孩子们纷纷为他加油打气 韩阳会表白成功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年级二班的陆清老师 请你仔细听好了 你见过体育老师 向英语老师表白的吗 韩阳的这一举动 把全体师生都吸引了过来 孩子们为他加油打气 我知道 我选择这样的方式 你又要是我幼稚 我巴不得招告天下 陆清 我 可他还没说出最重要的话 就被陆清打断了 此时 校长骂骂咧咧地走出来 让他们马上到办公室 这样的事情 对学校造成很大的影响 结果 韩阳被开除了 可这并没有换来陆清的感动 陆清 只是为他丢掉工作感到内疚 韩阳表示 这次再打动不了他 他也没脸在学校待了 陆清对他很是无语 真的没事 我 富二代 我不信让我爸给我买一学校 别说当体育老师了 当校长都行 到时候你来我们学校教英语 韩阳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 这些都是自己愿意做的 他只想让陆清看到他的真心 陆清觉得他很幼稚 陆清表示 他的这些追求方式 对自己没用 再这样下去 连朋友都没得做 因为自己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韩阳质问他 是不是喜欢方圆 陆清点头承认了 韩阳很是不服气 他想不清楚 自己哪里比不上方圆 陆清告诉他 真正爱一个人 是不会把自己的感动 强加到对方身上 是要让对方过得幸福 而不是为了感动自己 韩阳明白了 答应从此退出 到了晚上 方圆深夜失眠 想找陆清出去聊慧天 这可把陆清高兴坏了 随后两人来到马路上夜跑 陆清问他 有没有放下过去 方圆感觉自己好多了 陆清表示 自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如果他以后 为了哪个人放弃了自由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他最喜欢的人 回到家后的方圆 这才意识到 陆清说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如果有一天 我愿意为了他放弃自由的那个人 一定 是我特别心 第二天 韩阳再次找到方圆 直接了当地告诉他 陆清喜欢的人是他 如果他也爱着陆清 自己会祝福他们 你要不喜欢他呢 你就别逗他玩 更别让他受伤 我会时时刻刻盯着你 韩阳走后 方圆沉默了许久 陆清下班回来 给方圆带了许多好吃的 他却故意找茬远离陆清 就连他去医院拆线 都拒绝陆清一起去 等方圆回到家 陆清不停地问他 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对自己冷言冷语 方圆表示 两人不应该有那么多交集 提醒陆清要适当保持距离 陆清对他突然转变的态度 很是不解 此时 小舅子正好回到影院 他表示 有没有打扰到他们 陆清气冲冲地离开了 你妈呀 挺好一功 你老气人呀 你再废话 电视院我给你烧了 小舅子莫名其妙 挨了一顿劈 心想 我招谁惹谁 陆母正在客厅里跳着广场舞 楼下的邻居忍受不了上来投诉 邻母和对方大吵了一架 从邻居的话中得知房子的主人 并不是陶军 邻母觉得不对劲 就带着邻妇 一起去了电影院 方圆看到二老赶来 急忙向陶军吹口哨暗示 正在卖票的陶军被抓了现行 陶军正在想着怎么圆谎 测量队的人来了 陶军以为是来给影院翻新的 一听说要拆掉老舅的电影院 陶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立马急眼了 一顿狂吼 疯狂地把测量队强行赶了出去 方圆拼命帮陶军打着圆场 林立得到消息后 来不及换工作服 就赶到了影院 邻母见女儿一身酒店服务员的打扮 怀疑女儿不再当演员了 陆青连忙帮着圆谎 林立警告 面临失业的陶军赶紧找个工作 别拖累自己的女儿 随后气呼呼地离开了 等大家走后 林立埋怨陶军 为什么不在他父母面前控制好情绪 陶军还沉浸在失业的恐慌中 无法自拔 和林立大吵了起来 第二天 林立不死心 悄悄跟踪女儿 看她究竟做什么工作 到了酒店 才发现女儿在酒店坐前台 看着女儿点头哈腰的样子 林立想要冲上去 却被林爸爸强行拉走 下班后 林姆质问女儿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 已经不再做演员了 这可把林姆气炸了 一会儿狂风暴雨 一会儿又苦口婆心 二老刚走 陆青就回来拿换洗的衣服 没想到 就在她要出门的时候 正巧碰到林立带着父母回家 陆青 此时 陶军急匆匆赶来 林立还想继续圆谎 但陶军已经厌倦了一切 他先是诚恳地向林立的父母道歉 如实交代了 自己是借车借房哄他们的 他真心实意地向二老表态 他决定以后好好找个工作 保证和林立白头偕老 还有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电影院经理 我就是一方影院 陶军说实话 你就是有车有房 老实说我看不上你 林姆知道真相后 气得暴躁如雷 陶军不仅不是什么 有房有车的经理 甚至这些年 都是女儿在挣钱养她 再深情地告白 也经不住现实的一击 林姆不管女儿怎样为陶军辩护 她都坚持要把女儿带走 否则 她就跟林立断绝母女关系 林立还舍不得陶军 林姆十分恼火 以死相要挟 逼林立跟她回老家 陶军 我送我爸妈回家 我就回来 陶军 我求你啊 总结往后 别再找我女儿心 别再找我女儿心梦 陶军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陶军 陶军心灰意冷地回到影院 把房子和车子还给陆秦 我陶军怎么了 我有理想 我有追求 我放我的电影 我怎么了 我高高兴兴的 我不就是没钱吗 你知道他妈说什么吗 他妈说 如果我跟林立 我们俩要在一块的 妈 他就上吊自杀 此时的陶军 担心林立 再也回不来了 陶军啊 你不知道珍惜 那老天爷 就把你身边的点东西 一样一样一样 都给你拿走 什么都不给你剩 陆秦听到这里 看着给方元买的礼物 他不想再失去这次 难得的缘分 于是 陆秦鼓足勇气 向方元告白 方元会答应陆秦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方元 我喜欢你 注意看 白富美竟然向中年大叔表白 原来是陆秦看到了 小舅子跟女友分手 他觉得幸福 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不想等到失去了 才知道珍惜 方元觉得 他们的差距太大了 他不想耽误 陆秦这个好女孩 有什么差距啊 年龄吗 在这个年头 性别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年龄算什么呀 我还有 你有女儿 陆秦耐心地 打开方元的心扉 将自己买的礼物送给了他 原来是个显示 北京时间和美国时间的手表 陆秦不仅没有嫌弃方元 有女儿 反而更喜欢她对女儿的感情 因为她有着深厚的父爱 面对陆秦热情奔放的表白 方元一下子不知所措 脑子里一片空白 随后只答应 收下礼物 但拒绝了她的表白 方元 我怎么以前都没觉得 你这么胆小啊 你不是不喜欢我 你是不敢喜欢我 所以你怎么想 没事 我会让你长出勇气来了 陆秦来到自己的车旁 为了表示 自己不会放弃 竟然用油漆 在自己的车上 图上陆秦爱方元的几个大字 方元看到后 只是一脸的苦笑 陆秦看向影院 方元赶忙躲开 随后 陆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陆秦离开后 方元坚持每天夜跑 但她发现 陆秦的身影 已经在她心头挥之不去了 这天 这天 只有陆秦能带给自己 陆秦能带给自己许多温暖 是不是喜欢自己不清楚 但是自己肯定是配不上她的 不曾想 韩阳的手机 一直处于接听状态 原来她是在帮陆秦 试探方元的心意 陆秦躲在外面 听得一清二楚 她欣喜若狂地走进来 这种口是心非的老男人 也就你喜欢 该奴隶的我也都试了过了 就只能祝你幸福 谢谢啊 韩阳祝福两人后 潇洒地离开了 陆秦满心欢喜地走向方元 方元不敢正面回答她 一直对她躲躲闪闪 我以前 一直以为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今天听了你说的 显然不是这样吧 我 很特殊 很特殊 方元很是无语地走开了 陆秦心里却乐开了花 另一边 陶君联系不上林立 整天都过得浑浑噩噩的 方元劝她勇敢一点 并让她亲自去林立老家 是不是就你想跟我分手 是不是 崩好 爱分不分 混蛋 是什么让眼前 这对男女吵得如此激烈 就在刚刚 林姆在老家带着林立 去跟一个富豪相亲 富豪盛情款待了他们一家 还特意从国外给她买了礼物 可林立不为所动 此时 陶君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前往林立老家 林立去车站接她 两人相见分外感动 林立 看到许久未见的女友 陶君激动不已 跑过去一把抱住林立 陶君询问女友林姆那边的情况 女友苦笑着说没事了 陶君欣喜若狂 两人在回家的路上 林立站在婚纱橱窗外 久久不肯离去 到了晚上 大家一起吃饭 庆祝林立的到来 林立担心影院被拆 导致陶君失业 劝她面对现实 找个正经的工作 陶君却一口咬定 有她在影院 绝对不会被拆 她眼高手低 根本就看不上 朝九晚五的工作 陶君这种空谈理想 不切实际的态度 彻底激怒了林立 她毫不客气地揭穿了 陶君的旧事 我明告诉你啊 我陶君就这样 如果你听你妈的话 行 从现在开始 你就赶紧找一有钱的 找一大款去 你别跟我这 你这么说你混蛋吗你 谁混蛋呀咱俩 不是 你回去一跳 你跟你妈都嘀咕什么了 你能变成这样了 那是因为我骗我妈说 我回来要跟你分手 甭跟我来这废话 是不是就你想跟我分手 是不是 想分哈 光好 爱分不分 混蛋 两人大吵了一架 林立气的 摔门就走 陶君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方元担心追了出去 想尽办法 给林立开导 林立对陶君不思进取的状态 非常失望 原来 老家的前男友发了财 又开始追求他 林母一直逼着他 去和对方领政 林立一气之下撕掉了户口本 不惜与父母决裂来找陶君 可陶君却一副毫无上进的样子 这让他看不到未来 方元希望 他能再给陶君一点时间 自己和他好好聊聊 争取让他改变 方元找到陶君谈心 让他改掉掉铃铛的习气 好好珍惜林立这个难得的好姑娘 陶君还没有意识到危机感 一脸不屑地认为只要哄哄就行了 方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陶君找到林立 使出以前经常哄他的伎俩 莉莉 我错了 可这次不好使了 林立嘲讽他什么正事都办不了 我怎么没别人能为 我陶君本是大人的 我干什么不行啊 我懒得定扯 于是 两人又吵了起来 方元在门外焦急万分 第二天 方元主动找到陆琴 拜托他去找林立好好谈谈 没想到 陆琴正好看到 林立跟富豪前男友在一起 富豪前男友还在不停地拉着林立的手献殷勤 不管陆琴怎么劝他 林立表示 对陶君彻底失望了 陶君想给林立买个礼物 可是钱不够 于是死缠烂打地向方元借钱 随后花光了所有积蓄 给林立买了个名牌包包 晚上林立回到家 几人为林立精心准备了一个生日会 陶君还特意为他们制作了视频 林立很是感动 陶君随即拿出戒指向他求婚 林立会答应陶君的求婚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小伙竟然用一拉罐向女孩求婚 我现在没钱 现在得替着 等我有钱了 给我一大 林立虽然很感动和跟她沟通 精心准备的早餐 也不符合她的胃口 方元热情地邀请亮姐一起吃早餐 亮姐觉得不好意思 跑一旁啃干面包去了 后来实在经不住美食的诱惑 于是和方元烙起了家常 方元 我觉得你还真挺不容易的 带一这么小的小孩 还烧带手带一智障 见两人马上又要吵起来 方元连忙再次邀请亮姐一起吃早餐 亮姐嘴上说着不合适 身体却很诚实 当她尝过方元做的早餐 对方元的厨艺连连称赞 当即表示要和方元搭伙吃饭 陶君和亮姐两人却一直互相嫌弃 方元给女儿精心制定了一份游玩计划 每天带着女儿逛超市看电影 给她讲睡前小故事 睡在上铺的陶君不停地捣乱 方元千方百计地想让女儿改说中国话 从而改善与女儿的沟通 可女儿始终不愿意喊她一声爸爸 陆晴在门外静静地倾听着父女俩 她被方元的慈父之心所感动 方元每天生活开销越来越大 偶尔还要救济失业的陶君 陆晴劝她应该振作起来 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做个让女儿骄傲的爸爸 你要是再推的话 可就推成陶君了 我跟他不一样 他直舞 在陆晴的鼓励下 方元决定重新找份靠谱的工作 第二天 陆晴知道方元要去面试 特意跑来给她加油打气 可由于竞争的对手太多 加上方元因为年龄偏大 学历又不高 接连的面试失败 让她不由心灰意冷 当她回到家 见女儿不肯好好吃饭 不小心就把情绪发泄在了女儿的身上 不管女儿的哭喊 把她丢到床上 方元第一次很下心来教训女儿 第二天 方元给女儿买了新画笔当礼物 没想到 可可转身就爬上舅舅的床 用画笔在陶君脸上乱涂乱画 我要吃饭 我饿了 陶君一脸不情愿地爬起来 随便给可可热饭 亮姐回到家看到这个情况 方元走的时候 就怕饿着她闺女 连菜都炒好了 你说你一舅舅 连热个菜的时候都弄不好 亮姐一边帮忙热饭 一边训斥陶君 说她一个大男人 什么事也不做 整天就靠前姐夫养着 你管着吗 我前姐夫因为刺我 那是我本事 一向某些老圣女人见人多 亮姐听到这话 瞬间火气就来了 骂谁老圣女呢 你骂谁老圣女呢 我说错了吗 这么大罪无人问津 靠没婆儿介绍对象 我靠没婆儿怎么了 两人正要吵起来时 陶君看到 可可把她珍藏多年的影碟 给撒了一地 陶君暴躁如雷 打了可可一顿 表姐见状 连忙把孩子抱走了 方元这时回到家 方元 怎么了这是 你问这个智障 有病他 方元找到陶君了解情况过后 让可可给舅舅道歉 可可坚持不肯道歉 哭喊着 要去找妈妈 方元只好让可可跟妈妈视频 我讨厌这 我讨厌方元 这里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我认识的房间 最少是爷爷找着去 方元也不认为我 方元在门外 听着女儿数落着自己 心里感到很自责 她没想到 自己在女儿心里是这样的 可她妈妈 希望她再坚持一个月 高高你看 你现在弟弟那么小 需要妈妈照顾她 过一个月妈妈就接你回家好不好 可可生气地关掉视频 失望地跑到楼顶吹风 陶军连忙追出去 想办法逗她开心 行了 舅舅错了 首先 舅舅不应该跟你嚷着 更不应该 说把你给卖了也没盘之前 最最不应该的 就还是打了你屁股一下 这时 方元也带着啤酒饮料上来了 陶军此时也开始放下了往事 明白珍惜亲人才是最重要的 三人就这样重归于好了 晚上可可向方元道歉 爸爸 对不起 我错了 你不会也不要我了吧 你瞎说什么呢 他们说的小弟弟 就让我来找你 他说我这些不要了 方元感到很不可思议 得知前妻是因为再婚 又刚生了一个儿子 才把女儿送回来的 方元很生气 他竭力地安慰女儿睡下 在视频通话中 方元责骂了前妻 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就把我 把我闺女随便处理了是吗 我生麦克的时候我难产 我在医院里躺了五天 两人争执了半天 前妻向方元道歉 知道前妻也有自己的苦衷 方元也原谅了前妻 让彼此以后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天 方元接到面试的邀请 他一早就出发了 方元既兴奋又激动 陆琴陪他一同前往 路上不停地给方元打气加油 面试正当进行中 陆琴突然假装成孕妇 闯入面试现场 陆琴向面试官诉说 自己就是方元的老婆 自己没有工作 孩子也即将出事 家庭经济窘迫 急需老公得到这份工作 来养家糊口 苦苦要求面试官 让方元通过面试 方元被他突如其来的 表演震惊了 回过神来 只能配合他演戏 就这样 好不容易盼来的面试机会 被陆琴弄巧成桌了 陆琴一路上不停地自责 边走边哭了起来 方元对他哭笑不得 只好保证不会怪他 陆琴要请他吃大餐 表示赔罪 顺便借此机会 跟方元亲密接触了一把 这天 陆琴与方元妇女 正玩得不亦乐乎 这一幕刚好让亮姐看到 于是找个借口让陆琴出去 亮姐问他 为什么要瞒着方元他们 是姐妹的事实 陆琴还想狡辩 亮姐看出陆琴喜欢上了方元 让他老实交代和方元的关系 我还想有事呢 我还想跟他好呢 可是人家不还没同意吗 亮姐不敢相信 以为他是在上一段恋情里受了刺激 所以才会喜欢上一个二婚 还带着孩子的老男人 离过婚的男人是个宝 有女儿怎么了 只要他愿意 我还乐意当个后妈呢 你疯了你 当后妈没什么不好 我还不用自己生了 突然一下捡一个那么可爱的大闺女 我正啊 陆琴认为表姐没谈过恋爱 没有说服力 见她说的句句在里 亮姐也拿她没办法 方元每天带着可可逛超市买东西 可可也开始慢慢对她产生了依赖 可可还是第一次主动牵着她的手 看着可可一脸的开心 方元觉得很欣慰 这天方元又要出去面试 可可不肯留在家里 方元没办法 只好带着她一起去面试 我觉得你的能力和条件也是不错的 这样吧 如果觉得合适的话 我会尽快通知人师傅联系你的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谢谢 我爸爸真的要帮我 谢谢你们 可可的这一举动 为方元赢得了面试官的好感 在回家的路上 方元给可可买棉花糖时 可可被一只小狗吸引住了 不声不响地跟着小狗走开了 方元买完棉花糖 转身发现可可不见了 她一下子惊慌失措 急得到处寻找 可始终不见可可的棕墓 此时可可已经跟着小狗 不知道走了多远 方元不知如何是好 急忙向路青打电话 让她一起帮忙寻找 路青向他指 狗主人发现了身后的可可 向他询问大人去哪了 可可这时才回过神来 看不见爸爸 他也慌了 不停地喊着爸爸 方元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可可 于是又回到了原地 幸好小狗的主人 把可可及时送了回来 路青这时也匆忙赶到 看到孩子找到了 他旋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随后就是不停地问长问短 生怕可可出什么意外 路青知道可可喜欢小狗狗 于是特地买了只小狗送给可可 亮姐一开始不同意在家里养狗 可经不住可可的撒娇攻势 勉强同意了下来 亮姐的这句话 引起了方元和陶军的疑惑 晚上趁路青不在 亮姐和方元兄弟俩算账 两人以交房租为由 开始从房东那里套出话来 在两人完美的合作下 亮姐被他们套出了真相 亮姐失口说出房租是三千 还有她跟陶军是姐妹的真相 这让方元和陶军十分震惊 哥俩回到房间不禁感叹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陶军暗地里 贴补他们房租的 陶军打心眼里觉得 陶军对方元真心不错 劝他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 把握住当下 好好珍惜陶军这个好女孩 方元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狼狈不堪 一身清贫两袖清风 怎敢误家人 第二天 陶军把之前没送出去的包 卖给折扣店了 换了一万七千块钱 给可可买了许多好吃的 把剩下的钱拿给方元交房租 方元把陶军帮忙垫付的房租还给了他 感谢了他的好意 陶军觉得方元对他太见外了 心情低落地接过钱 知道陶军心情不好 方元带着他和可可来到公园遛狗 没想到可可的小狗 被一条大狗疯狂追赶 陶军本能地一把抱住可可 生怕可可受伤 小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回到家的可可不停地哭泣 陶军感到很内疚 认为是自己的错 于是深夜翻墙进公园去找小狗 漆黑的夜里 陶军在公园的各个角落 焦急地寻找小狗 方元把可可哄睡后 给陶军打电话也没人接 方元见陶军迟迟不回来 焦急万分地担心陶军 准备出门去找他 正当他打开门时 方元你看 你让我找到了 找到了 我用手机当手电 在最后一个快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刚好看见他了 他就在那个树林里面 方元看着出现在门外 浑身湿透的陶军 内心充满了感动 一把将陶军抱在怀里 随后给陶军煮了姜汤 打来热水 亲自给他洗脚 他们说 一联系不到你 就把你往坏处想的人 一定是非常爱你的 是吗方元 要你承认喜欢我就那么难吗 方元终于肯承认 自己喜欢陆秦 陆秦喜出望外 坚信 两人相遇 是上天注定 方元害怕自己给不了他幸福 不想耽误他 转身就想离开 方元这边 成功收获小迷妹一枚 小舅子那边会怎样呢 大龄圣女准备去相亲 只见她 偷偷躲在卫生间里化妆 此时 死对头陶军突然闯入 看到亮姐这副妆容 差点把她给吓尿了 亮姐 让她没事 就赶紧滚蛋 陶军当即就要脱裤子方便 亮姐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 我告诉你啊 陶军 你今天要坏了我的好事 我让你一辈子都蹲着尿尿 你想干嘛 尿挺快啊 玛丽大 两人刚吵闹了一顿 亮姐马上就找到陶军 让他帮自己看一天店 陶军开始还不情愿 亮姐表示 看一天店抵一天的房租 陶军勉强答应下来 亮姐提醒他账不对 自己负责 随后亮姐早早就来到相亲的地点 只见他左顾右盼 终于看到相亲对象开着豪车来了 亮姐既紧张又兴奋 高副帅一来就直奔主题 表示车是非常重要的代步工具 婚后要换辆新车 想征求亮姐的意见 婚后 没有 你也有点快了 不不不 不快 从没谈过恋爱的亮姐心里小路乱撞 一时间手足无措 怎么了 你是不是眼睛不舒服 平常不化妆 现在今天化妆了一点 要我说啊 王小姐 您这种条件就没必要化妆 您那皮肤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吹弹可破啊 不得不说 这个高副帅很会撩妹 一番花言巧语下来 就让亮姐没上了他 另一边的陶军看店不上心 大吃大喝就不说了 店里的东西多快被偷光了 他也没发觉 亮姐成功被高副帅俘获 高副帅开着宝马 向他送回家 很绅士的给亮姐开门 亮姐对高副帅非常满意 看着车子慢慢离去 这财心满意足的 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便利店 看到陶军竟然在大吃大喝 亮姐急忙查起了账 对不上账 我谢你八块 我告诉你 勺上了哈 这大宝马 哎我跟你说啊 这开宝马的不一定是老板 没准是老板刺激 亮姐查完账 瞬间变脸 上去就给了陶军一脚 还让他把亏损都赔上 随后还对陶军 显摆自己的交往对象 是年薪百万的公司高管 陶军却一脸不屑 到了晚上 亮姐乐呵呵地试着新衣服 陶军提醒他 头一回见面就收人家东西 这样很容易吃亏的 亮姐却表示 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买的 还顺带给高副帅买了几件 陶军不敢相信 向来一毛不拔的亮姐 这次下了血本 这更可以啊 这不让铁公鸡拔了毛了吗 你姐真爱了 第二天 亮姐又打扮得美美的 准备去跟高副帅约会 他再次找到陶军 让他帮忙看店 赶紧下楼 亏损自负啊 把金家出门 陶军很不情愿地起床下楼 没想到意外听到高副帅的通话 电话里 高副帅把亮姐说得十分不堪 跟你说啊 这人我不能再见了 我见三回不能再多一次 你知道吧 这个人啊 二的厉害 又抠门又老土 打扮得更有村姑似的 谢谢啊 那先不说了啊 人来了 一旁的陶军听了的真切 陶军看着两人亲热的样子 故意上前制造误会 准备破坏他们的好事 亮姐很生气 能不能别在这儿换我好事呢 我哪句说错了 我哪句说错了啊 我跟你说啊 回来吸你大话 我回来你啊 威胁完陶军后就和高副帅离开了 晚上回到家 亮姐对着陶军破口大骂 认为她羡慕自己找了个高副帅 陶军提醒她小心坏人 亮大龄圣女正在和高副帅相亲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个海王 一番花言巧语下来把亮姐哄得团团转 高副帅对亮姐大献殷勤 开着豪车把她送回家 陶军提醒亮姐小心被骗 亮姐不以为然 让她少管闲事 第二天 陶军想帮亮姐揭穿高副帅的真面目 于是假装自己也要去相亲脱单 让亮姐带她去相亲的地方看看 亮姐一开始不同意 可实在禁不住陶军的软磨硬炮 是不是有点智障 障 是不是言欠嘴欠哪都欠 欠 跪下 谁过了啊 亮姐看在她苦苦哀求的份上 答应了她 没想到他们刚来到婚介所 就看到那个高副帅正在和另一位姑娘热聊 高副帅的说辞 跟当初和亮姐相亲时 讲得一模一样 皮肤真好 吹弹可破 一旁的陶军还在暗自偷笑 亮姐怒不可乐地冲上前去 将手里的包狠狠砸在桌子上 姑娘我告诉你啊 你闭嘴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百万年薪 是吧 有房有车 还想换辆新车 还是非你换的 对吧 高副帅和媒婆还想解释 亮姐却不给他们机会说话 她直接拆穿片子的底细 媒婆早有准备 说是高副帅没看上她 陶军这时上前 补充那天 听到高副帅说的话 只见三回面 第四回的时候呢 就找一折给人听了 省得退会费 那个 我真是要换车 换什么车 干什么呀你 亮姐跟对方大闹了一场 扬言要求对方退会费 不然就报警处理 没想到对方恼羞成怒 把亮姐羞辱了一番 见对方僵持不下 陶军挺身而出 哥们没别的本事 就是狐朋狗有一大堆 不退是吧 行 反正哥里个闲的没事了 我就全招过来 天天在你们店门口 蹲成一排 来大横幅写两本 黑店 陶军成功帮助亮姐 退回了会费 回家的路上 陶军还在幸灾乐祸 开亮姐的玩笑 没想到 被一肚子气的亮姐 甩了一巴掌 陶军一脸猛逼 回到家里亮姐 还要求他马上退房 陶军忍无可忍 骂骂咧咧的离家出走了 傍晚陶军回来 看到在店里 借酒消愁的亮姐 心中不免有了一种 异样的感觉 不由的心生怜悯 陶军上前安慰亮姐 亮姐让她赶紧滚蛋 随后 陶军为自己之前 幸灾乐祸的态度 诚心向她道歉 陶军陪她一起喝酒 我跟你说 我活该 我就是你 活该 其实我告诉你 我要求不搞 我就像有个男人 能真懂我 看着亮姐 不停地大到苦水 陶军想起了自己的从前 我听说 你也被人甩了 谁没说的 陆情 失恋加失业 比你这刺激多 亮姐也不忘嘲笑 陶军也被人甩 两人同病相怜 既往不救 重归于好 方元这边 也迎来了好消息 吴教授给他 推荐了对口的工作 方元如愿以偿 找到了新的工作 于是赶紧给陆情 发信息报喜 陆情知道后 兴高采烈的 就要给他摆一拙 晚上大家一起 在家里庆祝 正当大家 其乐融融的时候 方元的老爸 突然找上门来 说着 就跟他们坐在一起 准备吃饭 方元却强拉硬拽 将他拉走了 天上掉馅饼的事 砸到这个男人身上 不仅刚收获 小米妹一枚 老教授 还给他介绍了 对口的工作 这天晚上 大家正在 其乐融融地庆祝 小舅子 首先庆祝方元 找到新工作 这第二起 就是庆祝 你们俩 这都是男女 终于勾得到一块了 你说一个 你说一个 反正方元 你要对我妹不好 就谢你胳膊 还是那句话 这时门铃响了 方元高高兴兴地 过去开门 打开门的一瞬间 方元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了 没想到是自己的老父亲 原来方元的父亲 是一个游手好闲 无务正业的赌徒 这么多年来 从没有对家人负责过 这次又为了躲债 才来投奔方元的 两父子 这才有了隔阂 老头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这让方元很不舒服 方元当着众人的面 将他声拉硬拽地 赶出家门 两人来到走廊上 在走廊上吵了半天 老头以没钱为由 赖着不肯走 方元虽然对他深恶痛绝 但却又摆脱不了他 于是把他安置在一个小渔馆里 给了他几百块钱 任由他自生自灭 第二天 老头大老远来看望孙女 方元看到 可可正在跟他聊天 连忙跑过去抱起可可 老头正想解释 方元不想 女儿有个恶习的爷爷 丝毫没有给他好脸子看 转身就离开了 陆青的学校放假了 他提出 以后自己带可可 让方元安心上班 还小心翼翼地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 方元讲出了埋藏 在自己心里多年的怨恨 这么多年他就做了两件事 一 拜光了家 二 他害死了 陆青听后 黯然审上 第二天 陆青让方元安心去上班 可可交给他照顾 我跟爸爸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说 老头找到亮姐的店里 不由分说 就借走了陶军兜里所有的钱 陶军还傻乎乎地让他慢点走 没想到 陶军转身就向亮姐借钱 陆青带可可来到蛋糕店 给可可买了各种各样的蛋糕 随后还跟可可拍了合照 发给方元 方元收到陆青发过来的合照 心里乐开了花 可可非常懂事 他能感受到陆青对他无条件的爱 表示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新妈妈 陆青得到可可的认可 心里也是很开心 这时陆青接到亮姐打来的电话 亮姐总觉得 方夫不是什么好人 提醒陆青小心一点 陆青却觉得表姐多心了 就在两人接电话的空隙 可可转身就爬上了公园的假山 陆青刚接完电话 回过神来 就看到可可已经爬到了半山腰 陆青姐姐 陆青姐姐陆青 结果 从几十米高的假山上摔了下来 摔伤了手和脸 疼得哇哇大叫 这可把陆青吓坏了 他急忙把孩子抱起送往医院 方元接到消息后 赶到医院 大老远就听见 可可撕心裂肺的哭声 方元冲进看护室 连忙上去安慰可可 陆青心里十分内疚 在一旁气不成声 在医生的努力下 给可可包扎好了伤口 不一会就止住了疼痛 可可突然觉得肚子疼 原来是可可吃蛋糕 出现了过敏症状 你们孩子是不是有过敏史啊 扶植过边 今天他吃什么了 今天 今天吃了蛋糕 喝了橙汁 还没来得及吃饭呢 那可能就是这个了 医生叮嘱他们 以后一定要注意饮食 陆青觉得 这一切都是因为 自己大意引起的 所以感到非常愧疚 方元安慰 这都是自己 提前没有交代清楚 并没有怪他 虽然没出什么大事 但在陆青心里产生了阴影 到了晚上 陆青给表姐打电话 向表姐诉说了 今天发生的事 她觉得方元越是不发脾气 她心里越是不好过 怕自己照顾不好 可可方元会和自己分手 表姐安慰她 别想太多 方元肯定也不会那么想的 陆青心有余悸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醒来 得知陆青姐姐担心了一整天 可可的一句话 加上一个吻 瞬间就打消了她所有的顾忌 陶军一大早就在亮姐店门口 摆摊卖碟 亮姐怕耽误自己生意 死活也不肯让她摆摊 两人你追我敢吵得不可开交 把一旁的可可乐坏了 陶军抓住她想改变形象 成为大美女的心理 以自己帮她设计形象为交换条件 亮姐半信半疑 陶军亮初以前自己是表演老师 专门干的就是给人化妆搭配的活 两人最终达成协议 亮姐暂时允许陶军摆摊 另一边 方复给可可买了一只大熊 来讨孙女欢心 随后又碰到陆青 把陆青约出去单独谈谈 陆青请她吃了一餐好的 饭桌上 方复不停打听着陆青的现状 陆青向她询问是否同意 她和方元在一起 方复表示自己 虽然跟方元不和 但婚姻大事都要父母把关 明里暗里向陆青暗示 手头没钱 陆青听出她的意思 一股脑的 把钱包里所有的钱给了她 方复半推半就地收下 随后把桌上的所有饭菜打包带走 回到家 亮姐忍不住质问方元 方复到底想做什么 先是向陶军借钱 害得陶军不得不去卖碟 今天又单独约陆青出去 又拿走好几千 方元一听 瞬间火大 起身直奔方复居住的小旅馆 陆青怕她冲动 也追了出去 一路上不停地劝方元冷静 方元来到旅馆 就把父亲的行李收拾好 马上让她走人 两人推推嗓嗓间 方复被撞在墙上 陆青赶忙上前搀扶方复 见方元无动于衷 只好耍起了无赖 方元我跟你说 要不然你就是在这把我给打死得了 我也好早点见你妈去 方元健壮也无可奈何 随后 陆青陪失落的方元走在街上 方元向陆青提起了 埋藏在心底已久的往事 原来 父亲年轻时 是一个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的赌徒 每天挣到钱了 就到处挥霍 赔钱了又到处借钱 催债的人三天两头来家里闹 这么多年来 从没对家庭尽过一点责任 她和母亲多年来相依为命 母亲还要四处打工 替她爸还债 还得供自己上学 母亲劳累多年 直到病倒了 我记得挺清楚的 我妈走那天 中午12点15分 我爸下午三点半才到 因为股票三点收盘 方元提起种种心酸的往事 不由地潸然泪下 陆青耐心安慰她 不管怎样都应该好好珍惜这个家 你一定 遗传了你妈的优点 你也是我见过的 最不抱怨生活的人 可以 才得到你这么大一奖励 是吧 隔天 方复来探望可可 想要带可可出去玩 陶军不敢答应 方复解释 说她一把年纪了 只是想多陪陪孙女 方元又不让她见孙女 儿子我是指不上了 我就指着我这孙女撑下我了 陶军也开始心软了 方复又问可可愿不愿意 结果可可点头答应了 这样一来 陶军也只好放行了 路上可可想吃汉堡 爷爷就背着可可来到了汉堡店 可可点了许多好吃的 爷爷二话没说 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付了账 可可问爷爷 为什么不点东西吃 爷爷说他吃不惯这些东西 自己爱吃鲍鱼 龙虾 鱼翅 这些他们店里又没有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住 方元家太小了 住不下 爷爷是住那种大宅子的人 啊 等可可走后 他趁机把剩下的汉堡快速消灭 随后又带可可来到股票大厅 这里的人对他十分尊敬和崇拜 纷纷向他请教股票的行情走向 看着爷爷那么受人欢迎 可可觉得爷爷很了不起 期间 方元想念女儿给陶军发信息 陶军谎称 可可已经睡着了 方元半信半疑 陶军勉强糊弄了过去 爷爷等大厅里的人都走光了 从口袋拿出一个佐子和袋子 捡了一大袋子废品 可可一脸疑惑地看着爷爷 随后爷孙俩高兴地走在大街上 一路上有说有笑 经常偷偷带着孙女出去 带她逛街 给她买好吃的 爷孙俩开心地牵着手走在大街上 这天 方元下班后 接到公司电话 老总让他到外地出差两天 方元想请陆琴帮忙照顾 可亮姐却告诉她 陆琴因为前两次带可可都出了问题 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 不敢再和可可单独相处了 方元却不以为然 隔天找到陆琴 坚持把可可交给了陆琴 让她别有什么压力 陆琴有些迟疑 看着可可天真无邪地微笑 陆琴有些不知所措 隔天可可去拆线 陆琴叫上亮姐一起 全程都是亮姐在帮忙 陆琴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亮姐告诫她 既然选择了方元 就不要害怕单独照顾可可 要做好当后妈的心理准备 如果害怕趁早分开 于是陆琴只能寸步不离地照顾可可 生怕再出什么问题 可可悄悄告诉陆琴 说自己不想回美国了 想留下来 你什么的方元 我觉得这里比美国有意思 这里有很多人陪我玩 发宝 还有你 还有舅舅 还有爷爷 还有 可可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方元出差回来 给大伙都带了礼物 唯独不见陆琴 于是他把礼物送到陆琴家 陆琴看见礼物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开心 方元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陆琴一直推说自己不舒服 随后把可可的心愿转告给了方元 方元很开心 并没有多想 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到了晚上 方元给陆琴发信息 让他看看自己送的礼物 陆琴拆开礼盒 想起两人曾经在困境里 互相鼓励的往事 陆琴一下子变得心花怒放 第二天 方元跟前期视频谈抚养权的问题 正好被前来探望的陆琴听到 听见他们谈的话题 也就没敢进去 但是方元接下来的几句话 伤到了陆琴 陆琴在门外听到这话 伤心失望的扭头便离开了 陆琴 刚来就走啊 陆琴姐姐拜拜 方元知道这下闯祸了 急忙追了出去 不好意思 刚听到你和方可妈妈说的话了 我是想跟她说 陆琴把自己心中多日积攒的委屈 担忧 不满 失望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今天因为你女儿 你就可以这样不承认我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 你就想就不想就推开我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可以接受你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的女儿 我突然感觉我又陷入了三个人的感情 而且那个人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你的女儿 你爱她 无可厚非 我真的很害怕这种 复杂的关系 方元听出了她的心声 陷入了长久的思索 陆琴表示 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关系了 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学校领导突然找到陆琴 学校新开了一所分校 希望陆琴能过去任职 工资待遇比这边好很多 可陆琴却犹豫了 她心里还是放不下方元 于是答应领导先考虑一下再答复 方复偷偷带可可出去逛街回来 从陶军的口中得知 方元和陆琴最近闹分手 方复一下子就担心了起来 虽然两父子有很大的隔阂 但谁的父亲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幸福呢 于是 方复跑到学校找陆琴 劝陆琴好好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方元的好 我怕受不起的是我 陆琴向方复坦白了一切 他和方元现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陆琴把学校要安排他去其他分校的消息 告诉方复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方元他妈走了以后啊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都说人的缘分是天注定的 不是 你珍惜就有 不珍惜就没有 等真没有了 想找也找不回来 他这一番话 让陆琴左右为难 说完转身 又去方元的公司 方元以为 他又要来找麻烦 赶紧把他拉到楼梯间 我求你放过我行不行 每个我生活有点起色 你就突然出现 给我一大嘴巴 给我抽回原型 我就说一句啊 陆琴这孩子不错 你对他好点 你别最后事都黄了 你想哭你都来不及 方副告诫完儿子 转身离开了 方元看着远去的父亲 突然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到了晚上 方元约陆琴一起夜跑 陆琴借口太累婉拒了他 随后 方元满大街的跑 跑了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一直跑到夜深人静 再到天明 第二天 陆琴接到表姐打来的电话 表姐让他晚上到家里来 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当面告诉他 随后让陶军 扛着巨大的投影仪上楼 到了晚上 陆琴来到表姐家 见表姐不在家 给表姐打电话也没人接 刚放下手机 就有电话打了进来 你们都去哪了呀 我听说有人想从我身边跑路啊 南京市不错 有闲水鸭 有羽化石 有金卫河 快有方元吗 你打电话来是嘲笑我的吗 你出来看一看 陆琴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于是来到阳台边 方元经过深思熟虑后 他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陆琴 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表白仪式 小舅子和亮姐 可可都在一旁 为他加油打气 就连方元的父亲 也悄悄地来了 这是我夜跑跑的路线图 我 我三十多岁了 你也知道 这三十多年 生活 挺折磨我的 但如果 这些折磨最后的奖品是你的话 我觉得值 陆琴 我方元 会给你幸福 陆琴听出了他的真心话语 所有的心结也在此刻打开 陆琴不顾一切 急忙冲下楼 一把扑进方元的怀里 方元和陆琴紧紧地拥吻在一起 两人一路历尽沧桑 终于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陶军为了把亮姐打造成一个新形象 亲手教他化妆 接下来 两人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你能看上他 你要不说我中邪了吗 陶军为了给亮姐打造一个新形象 于是 他就会给他 亲手教他化妆 陶军凭借着以前是表演老师的身份 一顿神操作下来 把亮姐打扮得美美的 陶军都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自己的作品 看着亮姐那清澈的眼眸 娇艳欲滴的红唇 两人含情默默地看着对方 明明互生情愫 却都不敢向对方表白 亮姐趁机问他这样一来 自己又可以继续去相亲了 陶军听了心里很不适滋味 亮姐发现 陶军是个粗忠 有戏的好男人 陶军也被这个粗广的女汉子所吸引 这天 陶军正殷勤地给亮姐看着电 突然发现 亮姐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风情万种地从外面走过来 这可把陶军看呆了 不停地围着他左顾右看 陶军看着自己精雕细琢出来的美誉 不禁暗自感叹 方圆和陆清每天都如胶似漆的 就连做饭都是粘在一起 亮姐和陶军劝他们收敛点 别刺激单身的他们 难得你们俩一个鼻孔出气啊 什么情况啊 我看情况不小 没发现吧 你姐 最近打扮的漂亮的 有情况 隔天 陶军陪着亮姐一起去进货 路上两人一直互相调侃 你说你女的 天天扛肚子搬茄子的 你不觉得你缺点什么 我缺什么呀 我不缺 缺男人 你觉得我怎么样 亮姐有点吃惊 心里犹如小鹿乱撞 本以为陶军想要表白 我就是想说要不你雇我得了 你 你要给我当员工啊 对 你还想让我给你当男朋友啊 谁看着你了似的 想的美 美的你 两个人明明互生情愫 可陶军由于对婚姻的恐惧 他始终无法开口向亮姐表白 只是一如既往地跟着亮姐 给他当苦力 看到陶军这个样子 亮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回到家和陆秦坦白 自己看上了陶军 你能看上他 你要不说我中邪了吗 你说我们俩看着哪哪都不搭 那我怎么越看他越身眼呢 陆秦很高兴 于是给他出主意试探陶军的心意 另一边 方元和陶军晚上看电视时 竟然看到了陶军前女友林立 看样子林立 现在的事业发展得不错 方元趁机提醒他感情的事 该翻篇了 陶军也向方元 透露了自己喜欢亮姐的事实 隔天亮姐精心打扮了一番 准备又要去相亲 我问你事啊 这身衣服配高跟鞋好 还是靴子好 必须是靴子呀 行 我说干嘛去呀 我 我相亲去 不是你当这事是中萝卜呢 甭管好赖子要地里友全拔是吗 对啊 这不就这回事吗 地里友时间到了你不拔 烂地里啊 亮姐故意激将他 逼他向自己表白 可是陶军再次临阵脱逃 躲回屋睡觉去了 亮姐信心满满地来到相亲地点 陶军终于按耐不住了 也精心打扮了一番跟来了 陶军这次会鼓足勇气 向亮姐表白吗 我们拭目以待 陶军终于按耐不住 精心打扮了一番跟来了 亮姐故意调侃 他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精神 还提醒他坐的位置 是留给相亲对象的 让他没事赶紧回去 陶军让他别等了 亮姐故意表现得一脸疑惑 你等那人 半楼让哥们给废了 什么意思啊 陶军当即表示 自己今天要当一回爷们 于是鼓足勇气 向亮姐表白 亮姐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两个欢喜冤家 终于捅破了窗户纸 都是如释重负 笑得合不拢嘴 这天 爷爷照常带孙女 来到股票大厅 给他买了许多好吃的 可可问爷爷 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住 爷爷解释 是因为自己以前做了许多错事 惹得方圆不高兴 所以 方圆现在不想见他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没有跟他说对不起 是不是 我跟他说了 所以他已经不生我的气了 你也可以这样 爷爷听到可可说的话 内心泛起了一丝波澜 晚上吃饭的时候 可可抱出了爷爷给他买的大熊 给大熊吃一碗饭啊 大熊吃饱了 咱们吃 这大熊是爷爷 爷爷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爷爷说他很想跟我们住在一起 但是爸爸说他的气不浪 方圆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隔天 爷爷又带着可可出去 这一切正好被回家的陆青看到 陆青一路跟着爷孙两来到股票大厅 一眼就看到爷孙两坐在大厅里 陆青觉得可可来这种地方不好 于是打电话通知了方圆 方圆最讨厌的就是股票 急忙赶到现场 正想发火 结果看到可可也在 可可正开心地帮着爷爷捡瓶子 这让本是在气头上的方圆心中一下没了怒火 方复向方圆忏悔了自己浑蛋的一生 原来老伴走后的 第二天他就把所有的股票账户都注销了 方圆质问 那为什么还要到处借钱 方复解释 借钱是为了买一块上好的墓地 安葬老伴 老伴在世时没能跟他享福 走的时候想让他住得宽敞一点 为了不把一大堆的债留给儿子 只能靠捡垃圾废品慢慢还债 方复说完伤心不已 转过头去偷偷掉眼泪 懂事的可可过来安慰伤心的爷爷 方圆没想到自己恨透了父亲 可可却和父亲相处得亲密无间 可方圆始终无法原谅他 丢掉父亲给可可买的糖 抱起可可转身离开了 方复失落地捡起给可可买的糖 一时间悲痛万分 方圆还会原谅这个父亲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家早撒 方复向方圆忏悔了自己混蛋的一生 方圆始终无法原谅他 转身带着可可离开了 回到家 可可故意在方圆面前提起爷爷对他的疼爱 上回爷爷跟我就吃可可铃鸡 他还说自己不喜欢吃 我说不想的他都吃了 爷爷不是不喜欢吃 爷爷是舍不得给自己卖来吃 但是爷爷舍得给可可卖来吃 陆秦也趁机劝方圆放下仇恨 父子俩哪有隔夜仇 希望他原谅父亲 如今的父亲改邪归正 以剪破烂为生 不就是为了弥补以前的罪过吗 老无所依 应该是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了吧 方圆听后深有感触 于是隔天悄悄跟踪父亲 父亲依旧拎着一个黑色大袋子 见他以捡瓶子 吃方便便为生 他心里感到五味杂陈 深夜 陶军以为方圆已经睡着 于是偷偷潜入谅姐房间 方圆发现后心里暗自窃喜 第二天 谅姐悄悄从卧室走出来 刚好碰到早起做家务的方圆 方圆问谅姐陶军昨晚去哪了 谅姐正想说 没看到 只见陶军拖着疲惫的身躯 从谅姐的卧室出来 随后 方圆来到附近居住的小旅馆 当看到方圆大口大口地 吃着方便面维持生活 就在这一刻 方圆心里所以的怨恨都消失了 只见他进去就是闷声地收拾行李 方圆急了 他以为 又像上次一样要赶走自己 你别这样 我最近我真的我没给你删除 我尽量我都不在你眼前出现 方圆你别 你别 不是我最后我就是回去看看 我孙子你干什么 你这些年你 就这样 方圆把父亲接回自己的住处 大家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纷纷表示热烈的欢迎 陶军出奇的兴奋 马上帮忙把行李搬到他房间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住进谅解的归房了 方圆由于工作表现优异 公司提前让他转正 方圆高兴地单独约陆琴庆祝 陆琴让他在家把劲 把可可留下来 方圆看着善解人意的陆琴 十分的感动 亲手给他戴上一条能锁住他们幸福的项链 陶军和谅解公开练情过后 两人也过上了没修没躁的生活 年夜饭的晚上 方圆这个家庭主妇 做了满满一桌子的美食 大家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过大年 陶军首先亮出自己和谅解的结婚证 成功由前小舅子坐上了表姐夫的位置 不停地让方圆倒过来 叫自己一声姐夫 说到重点了啊 你看啊 我们俩现在已经累什么了是吧 你是不是应该叫一声姐夫呀 不是 规律五个肉整个 叫呗 叫不叫 不要 不要 姐夫 好 哎呦 这痛呗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一刻剧里的所有人 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有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陶军既然没有和相恋五年的伶俐在一起 反而是跟他各种不对路的亮姐结婚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人这辈子 注定会遇见两个人 一个是惊艳了时光 一个是温柔了岁月 当风花雪月遇见柴米油盐 当玩世不恭壮上精打细算 于是 生活真正显现出他本来的模样 让每个人脱下人前华丽的服装 戴上围裙忙碌在厨房间 品尝人世间烟火的味道 感谢观众老爷们一路的支持与陪伴 我们下一部剧见